好 我們繼續開會 進行本日的報告事項請宣讀 邀請內政部部長及國土管理署署長 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就國土計劃推動辦理情形 進行專題報告並被質詢宣讀完畢 好 我現在介紹一下在場的委員 我們在場的委員有美會國主委委員 再來黃傑委員 好 介紹一下今天出席的我們各部會的首長 來 內政部的部長林宥昌部長 國土管理署的署長吳新修署長 國土計劃組的署長蘇從哲 檢任政工程師蔡玉滿 謝謝 科長蔡玉昌 原住民族委員會政務副主任委員 古仲格勒方案 古仲格勒方案是我們布農族的族人 所以他的名字希望大家也記得一下 我們通常都叫他古仲副主委 謝謝 土地管理署的署長杜章梅莊 好 我們現在進行報告 請內政部林宥昌部長報告 部長您大概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好 那我們就給這個部長五分鐘 然後也請原民會也一樣五分鐘 好不好 謝謝 有請部長 好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先生女士 各位當委代表 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對國土計劃的一個關注還有指導 那今天召開會議討論國土計劃推動辦理情形 本部應邀來進行報告備詢 在此將本部的意見二要說明如下 請請各位委員參考 首先是國土計劃法的修律法的過程 那國土計劃法在104年經過大院三讀通過之後 總統在105年1月6日公佈 那在105年5月1日起來施行 那後續因為行政院在107年 合定全國國土計劃的指示 為了給地方政府合理的作業期程 所以本部啟動修法 修正條文在109年的4月21日 由總統公佈來施行 那目前國土計劃法法定工作辦理情形的狀況如下 那各級的國土計劃部分 本部跟各級縣市政府已經在107年以及110年 來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劃 以及各該直轄市縣市的國土計劃 但依照國土計劃法的規定 各地方政府應在114年4月30日前 製作國土工人分區圖並依法公告 目前各地方政府正在辦理國土工人分區圖的 會制還有審議的作業 那本部已經透過補助經費 研理作業手冊 成立輔導團以及召開研商會議等等的方式 來追蹤辦理並且解決各項務實劃設的問題 其中連江縣金門縣還有花蓮縣 目前已經把國土工人分區圖的草案 含送本部 那區域各縣市也將在完成審議作業後 含報本部來審議 此外國土計劃法相關執法共有23項 本部已發布了14項 其餘的9項呢 預定在113年底前完成 而針對各界關心原住民族土地規劃的部分 本部將以擬定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畫色國土工人分區以及辦理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等多元的工具 來分階段解決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的問題 其中為了應用原住民族特殊傳統文化的習慣 還有土地使用的需求 本部在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中 已經納入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 在105年5月1日前既有建物的輔導機制 並且持續輔導地方政府辦理鄉村地區的整體規劃 在近年來國土計劃推動的一個過程裡面 有幾個部分由地方政府來回饋 那我們也從三個面向來逐步解決現行 非都市土地發展的課題 首先第一個是進進空間規劃的工具 包括各級國土計劃電期通盤檢討 解決現行編定管制缺乏電期檢討機制的問題 第二是建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機制 引導不聚落的土地能夠有序的利用 第三是應用氣候變遷訂定調室的機制還有策略 第四是建立海域管理機制保育海洋資源 第五是建立國土利用的監測法源 其實為了應用產業發展的需求 包括預先規劃產業用地適宜的總量還有區位 另外提供重大公共設施及公用事業計劃的土地使用 以及計劃的檢討彈性 第三是維護民眾的權益 包括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也會既有土地使用輔導機制 另外為了第二是應用目的事業廢止或者是退場 經由鄉村地區的整體規劃來解決土地使用管制的意義 第三是建立援助民族土地規劃 輔導 既有的建物 合法的機制 此外各地方政府為了推動國土計劃的重要夥伴 也透過本部的延伸會議 道府訪飾等等 還有反應相關的一個問題 執行的相關的機制 個案的議題 民眾的情勤等等 我們都跟地方政府來積極的一個延伸處理 同時加速執法的電力作業 最後跟各位報告後續推動的幾項重點 第一就是繼續協助地方政府完成相關法定的工作 並且積極辦理國土計劃法以及相關執法 第二要加速推動鄉村地區的整體規劃 持續輔導地方政府並提供必要的協助 最後是加強辦理交易訓練 大專院校的課程推廣 還有補助原住民族土地環境的基本調查 培養種子人員協助說明推廣國土計劃機制 並且公開相關的資訊 讓民眾更加了解國土計劃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謝謝 謝謝 各位委員參考 請請各位委員會議指導 那區域計劃法公佈的時候 26萬多公頃的原住民保留地呢 近有7成被編定為林業用地 導致部落族人面臨土地受限等問題 造成文化傳承 經濟產業發展 生技受影響等困境 而國土計劃法在105年5月1日施行 也將預定在114年5月1日起前面上路 全國國土的使用 將按國土計劃法重新規範 所以本會在內政部 沿理國土計劃法立法階段時 就積極向內政部來協調 納入尊重及保障原住民族土地相關條文 因此國土計劃法第23條明定 由內政部會統本會共同訂定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並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規定 法令涉及限制原住民族 利用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志願時 應與部落諮商說明 聽取族人的意見 全國國土計劃針對原住民族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也有明定 國土規劃應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慣習 以及土地利用方式 滿足原住民族部落、生活、社會、經濟需求 建立和諧的土地使用管制 接下來 針對本會在國土計劃推動的執行成果 進行說明 首先在匯集族人意見及賠利的部分 以辦理110場次原住民族地區說明座談 並針對原住民族土地居住生活 耕作灌鼠使用以及文化技術等設施需求的議題 舉辦了4場次的專家學者的座談 也辦理15場次的部落賠利工作房 再來是辦理地方政府教育訓練部分 本會在去年9月10月分別在台東縣 以及新竹縣辦理兩場次的教育訓練 我們期望辦理原住民族土地業務的基層通人 能更了解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相關政策工具 在福島地方政府推動原住民族土地國土功能分區畫設作業部分 本會也積極協調內政部 並核定補助各地方政府 辦理畫設作業經費約新台幣1.2億元 並與原住民族地區辦理了1349場次的部落說明會 以簡單易懂的語詞 在福以族語同步翻譯 向族人說明及聽取族人的意見 另外本會與內政部在過去兩年 也共計進行27場次到府訪談 同時也配合參與各縣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議 協助地方政府解決涉及原住民族土地遭遇的問題 針對研定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目前的進度 本會已經針對部落居住合法傳統文化 既以設施允許使用 工作灌輸專區設置等 已經研理好完成這個條文草案 並在去年7月3日也提送給內政部 內政部在去年的11月以及今年的1月 有召開機關研商的會議 那目前在居住以及公共設施及傳統灌輸使用等部分的議題 還仍帶商榷 因此本會一定在今年的3月4月 會邀請各地方政府召開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的徵詢做談會 我們將依徵詢的意見呢 謹速修正條文呢 來送內政部來續詢草案條文的研商 那最後本會將依循國土計畫法第23條規定 以及全國國土計畫原住民族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呢 以尊重及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保育自然環境與人文資產 來研理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我們期待能夠建立永續利用原住民土地的機制 以上報告敬請委員指教 謝謝 好 謝謝副主委 那在委員質詢前 原力做一下幾點宣告 第一 本會委員及原住民委員發言時間6分鐘 必要時延長2分鐘 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6分鐘 上午10點30分 截止發言登記 第二 臨時提案截止提出時間上午10點 與本會委員質詢完畢後處理 請問各位委員有意見嗎 沒有 好 那現在進行詢答 請登記第一位高金數媒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林部長還有國中副主委 以及吳署長 謝謝 好 有請部長副主委還有署長 各位委員好 大家早安 國土計畫法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將在114年5月1號要發布實施 所以呢今天呢 招委我就排了特別的這個專案報告 我終於看到原住民的土地的規範 在立法的過程裡面有被尊重有被提及 但是還是有非常多的問題我們需要來克服解決的 我們來回顧一下國土計畫法 是在105年本席 我在第八席任內的時候通過的法案 這個攸關未來50年全台土地規劃的大法 當時在原住民族部落的需求 或者是怎麼樣落實在母法當中 來解決我們的政府以前沒有考慮到的部落需求 也並沒有以所謂的都市或鄉村的思考 就禁制規劃 導住部落現在空有好山好水 可是連最基本的居住權 土地使用權 都被其他的法令限制 無法發展 這就是為什麼當時在談到博土計畫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放原住民的專章 也就是因為以上我提到的 幾乎現在有百分之九十幾以上 我們部落的建築物是違建 包括學校 包括鄉公所 包括一些政府所規定的一些建物都是違法的 所以也都是政府以前都沒有考慮到原住民的在地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把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還有困境 說明給在場的大家了解 也期盼原民會和內政部 你們更能夠理解部落的歷史文化跟發展的脈絡 我們期待一起來解決原住民族土地的權益好嗎 部長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好 原住民族的地區總共有五十五個鄉鎮市區 看一下地圖 分別坐落在十二個縣市當中 我們的土地除了國土計畫法在規範之外 還有所謂的國家公園還有都市計畫 然後我們族人居住和土地的使用權在這種不同計畫的束縛之下 導致我們有一套的中央法規到地方政府要去執行的時候 就有十二套不同的執行方案 然後再加上我剛講到的國土計畫 國家公園計畫都是計畫 其實呢都有他們劃設的依據 所以同樣是部落在圖管還有建管的法規上面 又產生了二十多種不同的執行方案 而這些問題呢正是八年前我們在討論國土計畫的時候 我堅持要納進原住民族條款的重要原因了 我們看一下國土計畫法 國土計畫法涉及到原住民族權益相關的條文 總共有第六 第八 第十一 第十六 第二十 第二十三 還有三十六條 其中的第八條和第四一條是有關國家公園範圍以及渡市計畫的規範 然後這兩個範圍內的部落這些問題呢 我下次再就叫部長還有副主委還有我們的吳署長 今天我要聚焦在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談的是什麼 就是涉及到原住民族土地和海域的使用管制者 是由內政部會同 注意會同這兩個字 會同原民會要共同訂定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則 而過去這一年來我接到不同縣市的族人跟我反映 原民會國土署和縣市政府你們依據原基法的規範 你們剛剛在說明的時候也談到了 你們有開了很多場的部落說明會 但是呢我們說明會開完了之後族人是越聽越模糊了 那今天我要列列出幾個族人最想知道而且最迫切想要解決的問題 第一個是105年5月1號前 族人實際居住的房子未來會輔導合法化是嗎部長 是的 好謝謝 同時我們的土地也會因為這樣變更成建地 對嗎 我們會進行這個鄉村會進行鄉村的一個整推 就是105年5月1號以前既有的建物全部都是合法的對不對 然後也會變更成建地對吧 這個跟我們所謂的建地的觀念有一點不太用 因為建地是容許使用 對是容許使用 這個跟都市計畫區內的建築用 我了解這就是下來我要請問您的問題了 福島既有的建物的合法期限到底什麼時候會完成 請問部長 我以為你的那個問題的那個點的意思是 沒關係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所以呢我大概丟幾個問題 那麼我也會建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我希望你們跟建築工會能夠討論一下 因為這接著會有影響到一些問題 其實本席也跟建築工會的理事長 我們討論過這件事情 部落為什麼合法的建物那麼少 他除了是土地受到限制之外 根本的問題就是部落比較偏遠 族人要聘請一個建築師 不僅僅要付出更多的費用 同時呢我們的政策也沒有鼓勵建築師 來了解不同族群的歷史文化背景 所以我在這邊建議 列政部你們作為建築管理中央主管機關 你們應該馬上跟圓民會著手來規劃 邀請這些建築師公會我們籌辦論壇 然後我們一起來討論怎麼樣 加速推動部落住宅政策可以嗎 部長我想這一部分沒有問題 第二個就是農事範圍 農事範圍僅僅限於三戶以上的部落 未來的房子不夠居住怎麼辦 這是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 那麼國土署就建議了 新增做住宅使用 應辦理鄉村聚落的整體規劃 就如同你們的說這個報告一樣 我認為未來新增住宅是每個部落都會有的需求 況且我們的政府也不斷的在推動地方創生 就是希望我們外流的人口能夠回到部落 年輕人能夠回到部落 因此我們如果要在農事的規範周邊畫社 以現在來說是沒有未來成長區 所以你要引進這些外流的人口 今年回來是很難的 所以我建議我們應該要畫一個未來成長區作為因應 否則目前有七百多個部落 如果都要做鄉村規劃 我們熟悉部落專業規劃的團隊夠嗎 同時我們應該要保留目前非都市土地 原住民保留地住宅興建審查作業 也就是我們一直講的一生一次的機制 否則我們找不到專業團隊真是礦日廢時啊 所以這也會直接影響到主任權益部長你同意嗎 是 我想大的方向我是認同 不過也不能沒有次序或者是發生事 所以為什麼要做整規 大的規範你同意就好了嘛 所以為什麼要做整規的原因在這邊 好 那麼至於少於三戶的房子 因為沒有辦法化入農事 這部分我了解法規的限制 但是難道未來族人一戶兩戶的房子 只能夠當作住家不能夠做民宿 或者不能夠做雜貨店嗎 尤其是所謂的無橫的露營區 所以我們看一下光是桃竹苗子三個縣市 少於三戶的房子就超過四千戶了耶 然後過去我們的政府十字建築管理前的 合法房屋證明 只要取得合法房屋證明 都可以提供證明文件 作為設立登記跟營業登記 針對少於三戶 我在去年底也召開過協調會討論 我們討論容許使用的類別和項目 目前原民會辦理的進度怎麼樣 內政部你們同意朝這個方向去進行嗎 是委員這個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這個三戶以下要呈聚落 這個在任地上有困難 他不再聚落 但是他是事實存在的問題 這個我們朝容許使用的一個方向來做這個處理 好第三個問題部長你都給我了一個很好的回應 我相信今天的族人也都聽到了 最後我要建議內政部和原民會 你們要思考一下 未來原住民土地使用規則發布施行之後 原鄉的建築管理應該要依據 目前的建築法第99之一條 也就是都市計畫以外地區或者是偏遠地區的建築物的管理 得與簡化的規定 你們應該要提出適合與原鄉簡化流程的範本 作為地方自治法規的立法或者是修法的依據 避免我們的原鄉在陷入有 某法是一樣的 到了地方政府之後 有各同不同的建管版本的困境 部長您同意朝這個方向去進行嗎 這個也是我們現在內政部正在努力的方向 這部分是一致的 好很好我聽谷仲 谷仲副主委不好意思再給我一點時間謝謝主席 副主委您有說到就是三四月你會來再開一次會議 這個會議是什麼會議可以跟大家說明報告一下嗎 跟委員報告因為我們的原住民主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送內政部之後我們還有部分的議題還要再跟收集地方的意見 所以我們在今年呢三四月會辦五場次的全國的地方政府的一個做團會 我剛剛提的這三個問題是不是也是他們目前只需要解決跟想要問的問題 是的是的 委員所提的問題就是我們部落族人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好 那我們三月二十六號就會有第一場次在新竹來集辦 好謝謝請問吳署長 剛剛您聽到了部長跟我的回答 我提的這部落非常迫去需要解決的問題 您有意見嗎還是您願意依循部長的回應然後來解決 這也是我們目前正在努力解決的一個方向 好也就是圓民會跟這個內政部的營建組 是一致的 你們是一致的 所以這個規範規則很快就會出來了對不對 對 好感謝謝謝部長謝謝副主委謝謝署長謝謝 好謝謝高金蘇美委員 下一位請張宏祿委員質詢 我請部長跟署長 好這個請部長跟署長揹群謝謝 委員好 部長 其實我們現在今天所說的國土計畫 它是不是也等於是現有的國家公園計畫 及都市計畫的上位計畫 應該是這樣子說 就是國土計畫 它最主要在處理過去所謂的區域計畫法 所規範的範圍裡面 也就是過去所謂的非都的這些地區 對嘛齁 對 它會涵蓋了過去區域計畫法所涵蓋了這個部分 它等於是它的上位計畫 它等於是全國性的位階了吧 是 對不對 好 那 大家就很關心啦 對不對齁 擔心 我現在聽到最多的是 啊我以後的農地農用就用的農用啊 那我以後啊這個 好像農地的價值就降低 是不是很多人有擔心這個 國土計畫法 其實最重要的精神就是 國土的合理的使用 那所以過去我們在非 這個非都的這些區域其實 幾十年下來有很多存在的問題 那這一次也一併透過國土計畫法把它做一個處理跟解決 那剛剛委員關心的就是說 民眾會覺得說 它好像這個 是不是畫了什麼區域之後呢 就沒有辦法做這個使用 其實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新舊制會接軌 也就是說它過去比如說 它是原本的非都的這些區域 所容許 這個 使用在新的國土計畫法裡面 也會做相關的一個 複助齁 或者是加注 所以這一部分其實不需要擔心 對啦但是 我們要講 不然很多人就擔心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齁 各縣市啊齁 的進度 是如何 我 我手上的資料 我知道好像只有三個縣市有報上來 各縣市的狀況不一 為什麼 因為縣市有大小 然後縣市也有 這個不同的一個狀況 跟複雜的一個難度 那目前 呃 送到部裡面 有這個 連江金門跟華蓮縣 其他會 他們審完之後 會陸陸續續送到部裡面來 進行審議 其實就是因為它的複雜度 跟地方的聲音多 那縣市啊 其實要整合也不容易啦 然後要去做也不容易啦 所以他們 目前 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才沒有辦法 很快速的送上來吧 欸是 因為不同的縣市有不同的狀況 比如說像新北市 新北市 就服務院很廣大 所以當然它複雜度也增加 然後其他的 呃這個 呃就是所謂的農業縣的部分 也有類似的一個狀況 對啦齁 我覺得啦 既然國土 計劃法是 上位的一個 一個法啦齁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喔 有一個問題啦 我們雖然是這樣 但各縣市還是本於 它的轄區 去規劃 然後去做 其實沒有整個通盤考量 台灣的整體的發展了 對不對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啊 齁 我們新北 跟基隆 以前的基隆 其實有了很多的新北的生活圈 是在基隆啊 那我們這次的國土 的規劃 國土的計畫 其實沒有從一個更高的 全國的角度去看 還是各縣市 以本位主義去處理 那其實這裡就會有一個盲點啦 新的生活區域 新的什麼 到底是不是符合未來台灣的發展 還是本於本縣市 直接去處理 這樣是一個很大的盲點耶 我不知道部長的看法如何 好 謝謝 國土計畫基本上 是一個大分區的一個概念 所以它會比較大範圍 在處理土地使用分區 那另外在大的一個分區下面 容許使用 委員另外提到的是 區域發展的一個課題 那區域發展 的確需要跨縣市 來進行討論跟整合 不過這個就是 像過去基隆跟新北 我們就曾經針對 基隆合股郎帶 有台北市 新北市跟基隆市的一個合作 那另外在 比如說像中部地區 或者是南部的地區 其實也有 比如說像中章的一個合作等等 那這個就是在一個 跨縣市在跨都市計畫 的這個行政轄區的一個範圍裡面 來做這個整體的一個規劃 那跟我們現在要處理國土計畫 這個層次 層次不太 有一點不太一樣 不過委員剛剛提到的我非常認同 應該要有一個區域的整體規劃 沒有錯 部長 雖然層次不同 但是 如果一次把它拉高在我一個高的程度 整體去看 我覺得 反而是 對台灣的發展更有利 是 如果以目前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有很多縣市 為了 在這個國土計畫法14年 他把很多非都的地區 加速往那邊偏移 那會不會到時候變成 非都的土地 大幅的飆漲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委員你指的是什麼意思 是他現在就往所有的非都 你現在我們的非都土地 是不是可以轉換成可開發用地 倒不是這樣 倒不是直接 法律上是允許的 因為 不是直接 我知道不是直接 因為非都的土地 非都的土地 本來就是可以使用 是 對 它本來就可以使用 那現在因為 國土是大的一個分區 讓它更清楚 所以這兩個中間 並沒有一個衝突的一個問題 它本來就可以使用 我覺得會喔 如果你去看 我們以台中為例 台中的霧峰 七成被劃入農業發展區 那旁邊的大理 就不一樣了 所以變成霧峰的農地大跌 大理的農地大漲 這是實價登陸上都有 這實價登陸上都有 不過這一部分喔 我們剛剛其實在報告裡面 也有特別提到 中央會就地方未來發展 所需要的產業發展區 這部分也要把它 納入規劃 所以 這個可能看地方政府 他們有沒有看到 這一部分的一個需求 我們是在計畫裡面是 應該要考慮到這一點 我知道 以我們這樣來做 理論上是沒有錯啦 但在地方上 實際執行上 我覺得 我很擔心 會有我說的這種問題出現 我不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我認為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是 那這個就是 地方政府他們的計畫 送上來之後 我想為什麼要 兩級的一個審議 那我們也會提供相關的一個意見 對對對 我這個就是說要 我要跟部長講 我們不理在審這個時候 我們要特別注意 是 這一個 再來 我們這個國土計畫法 我覺得啦 人民對土地有兩個很大的訴求 一個是生存權 一個是財產權 我的財產 我如果被徵收或什麼 我摸著鼻子啊 反正也沒有辦法 對不對 但他還可以活下去 但生存權 我們就必須要特別去注意 像剛剛高經委員 他所說的 我覺得他就 那個角度是比較傾向生存權 我四四大大在這裡 你給我畫了之後 我什麼都不能做 我什麼都不行 我覺得這是生存權 我認為這一個 不是只有原民地區 會發生啦 好 我們舉很多的 很多的意思 我們新北 烏來 是原住民區 但我們旁邊的坪林啊 什麼的 其實 跟 原住民區是一樣的啊 他單獨一戶的也是有很多啊 對不對 那我覺得像這個問題 我們也不能太著墨於 只有在原住民區 我覺得要一併解決 啊不然我隔壁的 他可以 啊我不行 這個會造成人民很大的困擾耶 部長你的看法如何 我想這個可能要每一個區 每一個區來看 像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平臨地區的部分 他基本上是受到那個水質水量的這個保護區的一個限制 他是特別啦 是是特別保護區的限制 但你有很多地方啊 你如果台中市 你和平跟東市 就隔壁啊 那和平可以 那東市不行 那東市重新的人怎麼辦 那不應該 或者說產生所謂你可以我不行的這樣的問題 因為剛剛強調了 任何的一個 站在國土使用的一個角度 是讓他使用合理化 所以 不應該變成說你可以我不行 這樣子來做比較 不不 我的意思是說 原住民區的我們一定要去照顧到他 我們不能齁 但同樣的生存權 我覺得全台灣的人 只要他有這個土地 我們的生存權 都要被重視 原住民我們當然要去幫他 那我剛剛以我舉的例子 台中的東市 那都是客家人啊 對不對 我們也要保護他 要讓他一樣有這個生存權 我覺得這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啊 是當然生存權我們會注意 土地的一個合理使用 我們也會注意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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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張宏陸委員的質詢 謝謝部長 謝謝署長 接下來 請牛許婷委員質詢 請 好 謝謝主席喔 這個 部長署長有請 好 請林宥沖部長 請署長 好 委員好 部長早安喔 今天是這個 國土計畫推動情形的專案報告喔 當然我們就切合主題來談一下這樣的問題 這個你應該是相關這個 本來就是念這一部分的嘛對不對 土地管理應用 跟都市計畫 你有這樣方面的專業對不對 不敢 然後也做過地方縣市首長 所以我想由林宥沖部長來 好好來跟這個地方做政策對話 應該是蠻適宜的齁 今天不談個案好 因為這個東西下去 談地方的個案其實會有非常非常多 講也講不完 今天談這個通案跟政策溝通的一些細節啦 有幾個問題要救教這個部長齁 這就本席在地方了解齁 這國土計畫的推動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其中有比較大的問題在於 第一個問題叫做書圖不同步啦 也就是說其實在110年那時候 本席來做議員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收到桃園市的國土計畫書啦 但是這只是講概念 也就是說我們大的方向怎麼來做 大概會有哪一些的分類 分類一些定義或什麼東西的 那當然嘛 就是從政府的角度來講 因為當初在推動的時候 你就知道書圖來不及同步嘛 可是這個事情就會衍生一個問題 衍生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我收到了國土計畫書 我知道現在要改用國土計畫法 可是問題是我不知道圖啊 這個東西我沒有辦法跟地方的人 做清楚的溝通的說明 以至於地方政府在執行政策溝通的時候 它是沒有辦法接地氣的 因為你跟地方比如說開說明會 就公聽會 然後大家一問說那所以我家土地變什麼 完蛋了我圖還沒有出來 那其實書圖不同步的時候就會導致溝通不充分的問題 那現在另外一個問題是 這個國土計畫法15條第三項 有講說每5年做一次通盤檢討 那你110年就公佈書 但是預計是明年才要公佈圖嘛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其實 那我們認列那個通盤檢討的時間點是什麼 書跟圖公佈的中間是4年的時間落差 中間如果土地變更的時候 這中間其實介面上的銜接就會出現問題啊 那我去舉個例子嘛 比如說最近要推這個陶竹苗大矽谷推動 那會不會影響功能分區匯製作業 這就是書跟圖中間落差有政策 或者是有別的原因的時候造成的改變 請問部裡面要針對這樣的問題 怎麼樣去做一個溝通 請部長簡單回答一下謝謝 我想這個其實也蠻 就是說很清楚 剛剛在提到 第一個就是過去一開始的時候 的確是書圖不同步 那第二個是 第二階段的部分大概是縣市政府在完成這個書圖 那第三階段圖的部分到部裡面來審議 你也是要做個把關跟審議 那剛剛在提到的這個時間點怎麼算 時間點就是從這個國土的功能分區公佈實施之後 開始算起五年 所以是說圖出來之後才五年 所以說這個圖完成公告之後五年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啊 就一樣是這個法規在推動跟執行的時候問題 叫做其他法規的配套修正啦 我們現在看不出來有一些進度 這是一個提醒一下 我們的政府機關喔 比如說舉幾個例子喔 第一個叫農發條例 農發條例沒有寫耕地的定義 叫一區域計畫法 劃定為特農一般農山坡地保育區 及森林區的農牧用地 這些用語都來自於過去的區域計畫法 可是你現在國土計畫法如果要上路 那農發條例這個東西 你後面在做助記登記的時候 其實會造成地方的行政負擔 那這些東西的修法 另外工廠管理負擔法也一樣 第九條講 利用都市計畫工業區 非都市土地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 這個也都是用區域計畫法的名詞 還有住宅法二十八條第二款第三款喔 非都土地假種建築用地 一種建築用地 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非都土地平種建築用地等等 這個都是用區域計畫法的法律名詞 那你現在新的國土計畫法 你講明年四月要全部上路 那上路的時候你萬一其他的東西配套沒有 來得及修正 那這個東西造作法律上衍生適用意義 影響大家生活品質 我想這是不太好的 那內政部針對這個其他法規 你們有沒有做通盤的盤整 那預計的修法期程是什麼 是的 那內政部當然有針對相關法規有進行盤整 好 國土計畫法相關的執法大概有二十三項 那我們目前已經完成十四項 另外還有九項預定是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那至於其他的配套部分我請吳書長來做 好 署長回答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談的是其他的法條 對 就是其他各部會的部分 我們在111年都已經有大致上會整 請各部會相關開始進行作業 那我目前你知道大概財政部國產署的 這個內規齁 就是他有一些內部的行政作業 這些他都已經陸陸續續已經修正完了 那但是他有草案都已經確認 就要跟我們同步去先 所以他等你們的時間就對了 對對 那其他各部會我們知道也有陸續在作業當中 好 這就是你那個相關跟你整個國土計畫法修正相關的這個其他的法條 跨部會通通的修正 其實就是真正今天深水區的問題了嘛 現在內政部要怎麼去掌握各縣市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圖的進度啊 因為現在看起來只有這個連江金門跟花蓮已經交了嘛 大部分的縣市政府好像都還沒交 那就本期的了解其實各地縣政府在溝通的時候都遇到很多問題啊 那現在部裡面有多大的把握你可以全盤掌握 我們其實每個月都有召開這個協調的一個會議 所以基本上中央跟地方是同步的 資訊是同步也掌握他們現在的進度跟狀況 我今天早上看到一則新聞喔 他講說這個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提的這個問題 也就是各地方縣市政府可能沒有辦法如其上交相關的這個圖的問題喔 所以好像內政部行政院立法院的討論平台說 可能會延後有這樣的事嗎 跟部長確認一下 我想這個地方各種聲音都有齁 那這樣子說要延後的一個聲音也不只是現在提 其實在很久以前其實也都提過 不過我們還是照依法照這個期程再進行 那也繼續努力 那你講繼續努力有點模糊 到底會不會照原定期程 還是說如果真的有狀況的話你有一些延後的配套 我覺得現在把話講清楚比較重要啦 我們基本上因為這個一定要跟地方政府來做合作 所以我們也要跟地方政府來做進一步的一個討論 所以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就對了 我們現在當然也聽到許多的一個問題 我們也會正視 不過目前整個的一個協調的機制 還有所有的進度基本上都在進行當中 那什麼時候可以確定 因為現在既然新聞有出來說可能有延後的狀況 我覺得真的如果溝通還沒有完善 延後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但至少這東西要完善嘛 因為所有東西都要層層溝通嘛 你的延後多一點時間討論 那大家可能放心一點 什麼時候可以確定說他會不會延後 部長心裡有數嗎 我想這部分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有一些共識 那各種聲音現在都有 所以目前還沒有凝聚共識的階段就對了 現在目前還沒有 好沒關係 我想這就是我們今天專案報告的目的 今天用這個時間我們把 把這個中間溝通的遇到各種問題 大部分是政策溝通的通案問題跟大家講 就最後一點點時間就談一下這個 這一樣是地方在遇到這個問題的困境 就是說過去在非都的情況下來 那就是你看乙劍丁劍農木用地 那這個理論上都是以前叫鄉村區的一個概念 那現在鄉村區 你基於國土計畫要整併相關的土地 要做有效的應用 也要讓這個土地的這個 這個畫色更容易管理 對不對 我想這是國土計畫要推動的這個初衷 那你當然要在這個地方做一些細微調整 你如果只是換了名詞 然後本質上他沒有用 那就換湯不換用 那你這是白搞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相對的土地的整合跟應用 可是整合跟應用的時候 譬如說像這樣鄉村區裡面的非 非建築用地 就是他本來是屬於農木用地 但他包在鄉村區的建築用地裡面的時候 從先政府規劃這個 規劃這個相關的圖的版本的時候 我當然是做整併嘛 可能是農事 可能是乘二之一 乘三嘛 可能類似這樣去做整併 可是整併的問題就來了 以前非都處理這樣的事情 就是農地變成可以蓋建築的時候 我有回饋的機制嘛 好像符合平均地權這樣一個精神 但現在的國土計畫法的 法律裡面的狀況來講 是沒有回饋機制的 那現在怎麼辦呢 我如果現在劃設好像土地這些 土地的地主一樣 但我不這樣做 又失去了國土計畫法的精神 那請問部裡面怎麼樣解決 像這樣子的一個回饋機制的問題 縣市政府都會遇到的 普遍性的問題 就是包夾在中間的 那過去非都的部分 非都的時代它是習慣用零性變更 但這其實中間還會有卡到 像農發條例的認定問題 對啊 農發條例的認定問題 那所以它往往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是非常 除非它認定為麒麟地 否則它其實很難被併進來 我現在講就是麒麟地的問題啊 就是這種 它很難被併進來 所以在國土計畫裡面 它反而是允許用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去整體做事宜性的分析 那才確認它以後是可以來申請的 那第二個 回饋的機制也會有 所以我才跟委員報說 其實進到國土計畫的範圍 它還是比較有彈性 可以去做了 不會像過去 你走的時候 你遇到農發條例的限制 那直接這個案子就停掉了 我想這都是一些 還沒有溝通完畢的一個狀況嘛 不管是跟縣市政府的溝通也好 這些細節政策配套也好 或者是其他法條的配套 其實好像都還沒有 像樣的一個整合進度 所以我想今天 跟部長做一下政策對話 所以如果他還需要花時間整理 那是不是早一點明快一點講 也許我們要有延後討論的必要 那或者是說 如果要如期上路 那這中間的時間要如何來安排 讓這些問題可以有效的處理 這部長 請部長再要提供一個完整的說明 好嗎 好沒問題 好謝謝辛苦了 好謝謝牛許廷委員 謝謝部長謝謝署長 好接下來有請許宇貞委員提出質詢 謝謝主席 請林又昌部長 部長有請 委員好 部長早 想請教部長 是 依據全國的國土計畫的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之一 就是保障既有的合法權利 允許土地使用 因此針對既有合法的建築用地 原一區計畫法編定的可建築用地 與不妨礙國土的保育保安海洋資源維護 農業發展的需求等情形下 得繼續編定為可建築用地 或者其他適當的使用地 並得為既有合法之使用 請問這個原則正確嗎 是是正確的 好謝謝部長 所以部長回答這個原則是正確的 是 好請問一下部長 農業部為了配合國土計畫法 進行全國的農地的盤整 希望診斷出74到81萬公頃的農地 作為國家糧食的安全農地之用 那農地盤整的結果 全國至少有六七萬公頃的農地 遭到佔用 那違章的建物呢 有違法工廠 有農舍 有餐廳 有廟宇 其中非法工廠對農地的衝擊是最大的 而國土計畫法即將上路 請教部長 這些土地違規使用的原則 內政部要怎麼去處理 那如果是已經在這個法規制定之前 就已經存在的 內政部要不要協助他們轉型 請教部長 我想這個細節部分 我請吳署長來做補充 好請署長 感謝委 其實在非都的部分 大概農地違規使用的情形是 大概一定有存在 所以之前在工廠的部分 當然有工廠輔導法 它還是延續的繼續來使用 那寺廟的部分 其實現在 部裡面也有在 談那個宗教的 這個輔導管理辦法 那其實它都會延續性的來協助 但是至於在 我們所謂認定的 在105年 5月1號之前的 之前的呢 那是5月2號之前的 那指的是說 你原來如果已經有合法存在的證明 而不是屬於這種 事後再農地的違規的話 那這個部分 所以會協助他們 轉行為合法 是嗎 沒錯 那請教一下 從這些問題來看 內政部對於這個 土地違規的處理問題 其實我想有 全國有六七萬公頃 表示說 也沒有很積極在處理 才會有這違規的土地 越來越多 那因為部長 去年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們三組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 都有土地的爭議的問題 那其中柯文哲 他持分的農地非農用 在3月18號 已經回復到農用的這個狀態 請問一下部長 這個處理態度 是不是應該給予鼓勵 請部長回答 我想 違規使用的部分 能夠去 把它依法來做這個改正 我想這個本來就是應該做的 OK好 謝謝部長 那因為部長也曾經是民意代表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在選舉的時候 好像才會被嚴格的檢驗 那也就是農地違規的使用的問題 才有辦法獲得解決呢 我想可能不是這樣子 第一個 跟委員報告 我不是民意代表 我沒有當過民意代表 你沒有當過民意代表 所以您是當市長就對了 是嗎 第一次就是當市長 是 好 我跟委員報告 可能其實一般的這些違規的 市長也是民意選的嘛 是 所以也是經過選舉嘛 是 我想這個 違規的這個事情 其實都是在處理 那這一般是屬於地方 政府的一個權責 不過因為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的候選人 他因為這個媒體關注 所以容易被突顯出來 所以好像要選舉才會 這個問題才會被突顯出來 那再請教一下部長 平常的時候其實 各地方政府也都很努力 可以積極在做出 但是現在還有六七萬公頃喔 是 好 請教一下部長喔 總統當選人賴清德的萬里老家的違建問題 也被討論的很多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賴清德的萬里老家 符不符合違建的定義 呃 這個其實在選舉期間也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這個最主要是因為 因為它不是個案的問題 基本上它是一個通案 是因為我們的政府在那個時間裡面 沒有去完成相關的程序 所以 所以造成它目前的狀況 那所以我應該要來幫忙 要來幫忙解決 違建 這樣算不算 不太一樣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喔 2003年以前 這個賴清德老家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是到2003年之後 我們依照他當時的航照圖 改建成現在這個新建房屋的模樣 請問部長同不同意 我想這部分請吳署長來做說明 好 感謝委員喔 那其實這一個部分的土地 呃 的確就如剛剛部長所講的 這個其實在台灣 在礦業也好 林業也好 其實都有這類的問題 那所以其實這類的民眾是因為 政府的法規 土地法規沒有事實的修正 讓它 導致它無法合法 那我想啦 依照這個剛剛部長回答的 這個國土計畫的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必須要在既有合法的使用下 才能重新編定 剛剛部長是回答正確嘛 是 所以你認為賴清德老家 符合這個原則嗎 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跟經濟部地況中心 已經有邀集相關的縣市政府 都有開過會 那我們預計在這個月底 會把整個的檢討原則 呃全部確認清楚 那就可以蓋石進行這個 變更編定的作用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所以剛剛請教您的 就是賴清德的老家符合這個原則嗎 呃剛剛講過 他就是因為我們在過去的時候沒有作為 所以這部分的確是應該要來做一些改正 那我在這個月底就會把相關的一個 通案的處理原則會提出來 OK好 像剛剛署長 我記得署長之前也對這個賴清德的老家 做出解釋 他說由於當時的民眾 未能及時的獲取礦業計畫廢止的資訊 加上法律諮詢服務並未普及 所以政府部門也沒有辦法 主動的通知及協助民眾辦理合法化的作業 後續也沒有適時的檢討相關的法令 也沒有通案檢討廢止後使用地 處理機制合理性 所以讓問題這個衍生至今 所以部長跟署長 我覺得你這段說法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2003年的時候賴清德 當時是擔任立法委員 你覺得他的資訊取得 跟他的這個法律知識 跟一般人一樣嗎 其實不一樣喔 所以你們現在 我覺得只是為了要解討啦 所以內政部國土署 也居然在國土計畫法要開後門 所以我覺得 以本席看來 其實你這部分 其實就是在 在為520之後披露啦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2003年 當時的台北縣長是蘇貞昌 那吳署長是在說 當時的台北縣政府 縣長都沒有辦法主動通知 及協助民眾辦理合法化的作業嗎 所以現在需要總統當選人 賴清德的政府幫自己解套 這樣算不算是利益衝突 需不需要回避呢 所以另外也請教部長喔 本席看你所提的報告上面 有提到國土計畫法上路之後 要回顧民眾的權益 其中第二點有寫到 因應礦業林業等目的事業計畫廢止或退場 經由鄉村地區的整體規劃沿 因地質疑空間發展計畫 解決在地土地使用的管制 就像你剛剛提到 好請問部長 這句話的意思是不是指 內政部將通過通案處理的方式 以整體性的空間發展計畫 幫賴清德老家回進解套呢 委員並不是這樣 剛剛在講這是一個同案 不只是礦業用地 其實包括今天很重要 原住民區 原住民族地區 也都是同樣的問題 所以這次我們會 請問您知道嗎 依據經濟部的這個調查 所提供的資料 發現以這樣 具有建物的土地面積 你知道現在有多少公頃嗎 340幾公頃 340幾公頃 340幾是這個用地 現在是有建物的土地面積 有32公頃耶 也就是這32公頃 你們都要做這樣的專案 通案的處理方式嗎 剛剛那個意思叫做整規 就是鄉村地區的一個整體規劃 那這個也是國土計畫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配套機制 我是覺得啦 這個部長 因為賴清德的老家 竟然被稱為賴皮寮啦 所以如果內政部 要幫賴皮寮的違建解套的話 我覺得內政部應該要跟民為賴皮部啦 委員並不是這樣子喔 剛剛說得很清楚 這是一個全國通案 這是一個全國通案 然後原住民還有林務署喔 還有那個 那個委員 對不起 請千萬不要這樣子貼標籤 我們在處理 我們在處理的是全國性的問題 好不好 我覺得啦 這個部分我真的有這種感覺啦 委員我想這個是 委員 你質詢尊重 但是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 我們在處理的是原住民 還有包括林務區 還有包括匡業的問題 請委員 不要這樣子貼標籤 這樣子 這樣子對我們公務人員 其實非常不公平 時間到了 好 謝謝旭政委 謝謝部長喔 辛苦了 好 下一位請 請網美會委員質詢 謝謝 我們請部長請署長 好部長署長有請號謝謝 部長你好 你好 在這裏面 剛才探討很多了啦 本事要告訴你探討的就是 我們這個國土法 在這裏面 我們的 全台灣的關係 有什麼人 還沒送進來 有可能到六月底 沒有資料送給你們內政部喔 來 回答一下 因為時間還沒有到 我們也不好去做揣測 我們也不好去做揣測 這樣齁 不過目前為止 這樣齁 沒有我來請問說 到目前為止 帶一個管制 帶一個政府 有送來你們內政部 現在金門媽祖和法連 金門媽祖和法連 金門媽祖和法連 這三個 村的都沒送 村的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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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部長署長 本來你請到一個問題 我們已經會了 已經會了 多年 要實施啊 六月 已經愛上了 我們 帶一帶全這三個月 這些管制 等到的問題 是什麼 請回答一下 這寶媽媽請 書頂來一些說明 好 來 公文報告 大家主要是 剛剛大家都有說了 有一些過去沒有協助合法的部分 他們也覺得 現在要作業的話 時間可能會來不及 第二個就是說 那有一些實際套土下去了 跟現況也有不符的部分 那這些他們也覺得 跟民眾 跟民意之間的溝通 還有需要時間 那第三個也包含說 我在作業過程當中 像有夾雜一些機靈的 夾雜一些不完整的 那他是否要一定 一併併進來 那這些 的確在地方溝通上 還會有一些 比較辛苦需要協調的部分 署長 補長 我們是 要跟你們探討的就是說 說得那麼簡單 做得那麼困難 在這個 過程當中 就是有困難 我們就會 援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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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援 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一 做這個國土風化法的做法 來 所長你問一下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在台中相關的率明會 說聽其實都有開過 我台中有開過啦 開過我最了解開過我們要開 開一個交代而已 事實結構問題出在台 這樣咧 就是因為開過率明會有相關的資料 要讓我們這些地主了解 對人家的規定都一直拿出這些意見 希望得到處理 這也是過去有可能累積四五十年沒處理的 那現在都賺這個機會都拿出來 對 市長 你現在說過期四五十年沒處理的 現在還要來處理 所以說我們沒有要尖對個案 是尖對未來我們的土地要怎麼去發分 在本社所了解 就是有的 你如果為國土保護區 有的為農地 他現在 他又沒有在做農 沒有在做事了 他已經成功成功成功了 你仍然要來為這樣 再來 他如果說 他為了他的生活 他還繼續持續 這樣是不是違法 我對 委員 委員 我來報告 這一個過程都是正面的 為什麼 因為 剛剛說我們一般老闆生 這個疏突疏突 看著我們 搞不太清楚 對 他會走 他外出之後 看著土圍得到時 他知道跟他有什麼關係 對 所以他有一些意見反應出來 這個都很正常 所以說 因為唯獨唯你需要唯來 這邊唯來的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要審慎 去把電風管治庁 再做一次確定問題在哪裡 大家多給管治庁 多給溝通和佩世 因為說實在大家都怕 不是我的財產走不容易 我的未來的生活要怎樣 說實在你們的好意正面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閻說八聲聽到你們要問的時候 他就剩到要死了 主要跟以前他認識不太一樣 他會擔心說是不是跟以前一樣 這個電風政府其實都有一個案一個案出來 發現之後都有在做溝通 他剛才說到哪裡看到的時候 他可以歡迎問題 這個我們都有掌握 像部長 司長 家庭市台北都是都是都市整個月 但是在我們家庭市有一個是保護區 一個是發電區 一個是城鄉發展區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八聲也會認為說 你如果我為了我後來要怎樣 尤其這位阿公阿嬤說實在 看到我不會睡覺 說我不知道要怎樣 你知道阿公阿嬤這這樣 種做或是家家的東西的時候 牛辣 油辣 會很煩惱的 是 這可能 現在最重要就是說 因為負責過期的認知是不一樣的 喔 差一點 雖然說負責不變 負責不變 但是 那些認知不一樣 他當然一定會煩惱 對喔 這就是 也是過程中 地方政府有 要需要比較多時間 負責的民眾 做一些溝通 尤其要給了解說 負責其實不便 其實這個名稱換 負責不便 但是我也了解 只要這樣做 做很多民眾 也還有負責 如果負責不便 本事剛才跟你說的 自己如果沒有去蔡庵 也沒有去探訪的時候 他又 做實在不做 他又恥無恥地 你現在來的時候 還要六位 政產的 還沒辦法 政的心 他又堅持 他要恥第一次 因為的時候 這樣是不是有違法 當然那就是說 對阿 這對他們的生活 對他們的財產 影響很大 當然就是說 他要透過農業部 那邊的法規 包括說 職務局 他那邊的 申請相關的作業 但淡我們來說 這都是農業區 裡面的 不可以溫尊來修養 這是他的做法上 他還要定調這個 我講喔 施導部長 我們要到位 要給八成 認為說 我們收這個法 是要給八成 還要補充他們的生活 和他們的財產 不是要 像說 討厭 人家說 你們是要求人的財產 不需要給生活 這個這樣聽起來 心肝會難過 所以本事說 剛才你們的報告 包括我圓明會 我覺得他就報告了很好 補充報告了很好 所以你們像這個問題 你們怎麼去電影 統統說 你看我圓明會 我沒有用心 他剛才報告的時候 請問 我們祝 我們原住民的八成的訴求 所以你看這個聽起來 看是不是 我們的政務 很用心去做 對 所以我們想 要讓所有管制長 跟我們的八成 我們的專家 有參與 有他們的意見 要改管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王美會委員 接下來請李柏義委員提出質詢 請 謝謝有請林部長跟吳署長 林部長吳署長有請 謝謝 先請谷仲副主委 好了 谷仲副主委有請 吳署長你稍等一下 吳署長你稍等一下 那個 谷仲副主委 對原住民非常的 這個保護這些用地非常的用心 那在這邊給你肯定之外 那也要跟部長這邊來說明一下 其實高雄 比如說柴山國家自然公園 裡面的 原本居住在裡面的住民 他其實未來 現在跟未來還是不斷的遇到他們的這個子女 結婚之後的這些 房屋的問題 也需要來共同來討論 跟原住民 區一樣要需要來共同來討論這些使用 好 那谷仲副主委可以了 謝謝 謝謝委員 國土署 國土署 吳署長 謝謝 署長有請 部長 高雄 高雄的發展 其實我們內政部 還有我們國土署 還有我們國土署 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我見證這幾年 如果 當初沒有縣市合併 如果2010年沒有縣市合併的話 橋頭 現在你知道的橋頭科學園區 當時還在內政部 營建署 叫做橋頭新市鎮 設計來作為住商混合區 未來要發展這邊的住商 那 預計要住老20萬的人口 那 到這個縣市合併之後 高雄市 當時的陳菊市長 因為產業的需求 那跟中央來合議 跟內政部來合議 那把橋頭新市鎮 來規劃爭取成為橋頭科學園區 也就是目前我們國土署 正在積極的僻建三條道路的地方 那這三條道路呢 他目前到國道1號而已 這個署長在上個禮拜 也跟你做過這些質詢 希望趕快加速的來把這個 橋頭科學園區目前 在我的說法是孤島 孤島就是他沒有辦法連接到省道 那在高雄市政府的規劃裡面呢 他其實希望在我們1-1 1-2 1-3 這些道路在開闢的同時 讓廠商也可以進駐 選址甚至建廠 是可以同步的 我們希望台積電在今年底 台積電就在這個橋頭科學園區的 南邊一點點而已 我們希望今年底 台積電進駐以後 沒有多久 我們這些橋頭科學園區 相關的這些廠商 就可以快速的進駐來 配合相關台積電的這些 半導體產業的進駐 所以這一方面 內政部 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之外 也希望國獨署這邊 趕快的把這個1-1 1-2 1-3 連接到省道的這個計畫 趕快跟高雄市政府 來做相關的這些規劃 來市長 請你說明一下 其實真的感謝市府這邊 其實長期都跟我們有密切的合作 那這個案子的確就成如您剛剛所看到 其實中間是高速公路 那原本這個我們也當時期待是說 我在開發的時候能把高速公路一併拓寬 這樣才能解決長期南止到岡山之間的塞車問題 但是在這過程當中因為高工局 是由高工局來辦理 所以我們的三個寒洞 都是在高速公路橋下的寒洞 那因為高工局後來的標案 其實非常不順 我們跟我們報告一直到去年才飆出去 那個現在不止海洞的問題 海洞再往西 再往西才會到省道 是是 那以後就全部塞在這裡 我們希望高雄以後的半導體產業 不要因為半導體產業 變成新竹的交通 是所以跟我們報告 高速公路的部分 因為它會延到大概116年 才會開闢完成 也就是那個寒洞 那你左邊這邊可以先跟高雄市政府 這邊都已經有雙方有在合作要來 那到底是 國土署要做還是高雄市政府要做 有一部分是由高雄市政府做 但是 那以後把明確的 明確的到底是 國土署要做哪一邊 高雄市政府要做哪一邊 明確的把這些區域規劃給我 那我來協助 跟高雄市政府這邊來趕快加速 這邊的開闢 跟這邊的發展 是是那裡面現在有四家廠商在動工 其實我們都會 安排輔導他 從這個 四家跟半桃底有關嗎 都沒有 現在目前還沒有 好 謝謝 來 蘇長 部長這個接下來也是我 我這個跟你補充一下 那個 因為喬科 喬科其實在20多年前 在跟新市的南科 的時候其實他們是同一個時間提出來的 只不過後來選了 台南 所以他本來就是一個 沒有 其實20多年前那個時候 叫做橋頭新市 還沒有提出科學人區這個 沒有 那個時候 因為我 提出來是大概2010年的時候 2012 2012年的時候 那第二個是禮拜五的時候 我會到高雄 我會到橋頭的這個科學人區這邊去做視察 所以你剛剛關心的這些議題 我們也會在那邊一併的做這個討論 好 部長請你把行程給我 我希望我也可以參加 那因應這個產業的發展的需求 你的報告裡面有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報告是什麼時候提出來 這什麼時候才開始規劃的 包含經濟部跟國科會 給你的資料裡面是寫到 說到125年新增的產業用地 是3311公頃 科學工業園區新增用地需求是1000公頃 這個是不是每個月都在變動 我想這個可能 這個數字已經都改變了 跟會報其實已經都改變了 我都覺得可能不夠 你看熊本 你看熊本 為什麼快速的會有第二個場出來 我不知道日本相關的這些非都的 或者是都市計畫的這些 產業跟農地的這些概念的分布是怎樣 我覺得 我建議我們國獨署這邊 跟經濟部跟科學工業園區 真的要保持高度的聯繫 有 讓這個提電等半導體產業佈局台灣 深耕台灣的這個理想可以落實 來 署長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副院長 在院裡面大概副院長或院長都會 定期的召開相關的會 定期啊 這個半年變化就很快 是是 所以甚至都一兩個月就會開一次 也就是說針對相關的產業提出來的需求 還有各地現在在進行的國獨計畫的狀況 因為未來AI對於這些晶片的需求 是大到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想像 那所以這些相關的這些科學產業園區的這些用地的量 我想國獨署這邊還是要盡量的可以來配合我們產業的需求 當然最重要的今天的重點就是 到底我們對外說明民眾溝通 還有處理這些疑義在於縣市政府所提出來的這些時間 國獨署有沒有辦法配合是今天的重點 對外說明跟民眾溝通 這個是最難處理的事情 所有民眾遇到農地 所有民眾遇到特登工廠等等的問題 我們沒有好好的妥事的幫他們解決的話 真的我們這一套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在這邊也建議我們國土署 這個還是要對於所有的縣市政府的 這個對外說明跟民眾溝通 所有的案件裡面全部都要拿出來 再檢討一次 來署長請你做一個回應 感謝委員 因為其實就像委員剛所講 其實郭文剛民眾真的提出非常多意見 所以我們在地方相關的這個審查會 我們其實都會派員參加去瞭解 那也會適時做一些說明 那這些案子我想到這個部裡面來 應該還都會再出現 所以我們一定會慎重的說明 謝謝 最後我講一個都市計畫的 就是我們舊主委員國中的這個用地 那我會再持續跟國獨署這邊來做一個追蹤 謝謝 好 謝謝立法醫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黃捷委員提出質詢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部長有請 好 部長早 其實今天這個國土計畫法已經談論很久了 因為從以前的這個區域計畫法到現在 其實這個過程到現在其實大家的問題都差不多啦 就是時間的問題 因為其實距離這個我們要預告公告這個功能分區 其實算一算也只剩下一年喔 這是一個非常大家現在最擔心的 所以今天排這個專案報告我想是有其必要 因為我覺得這個時候是讓我們內政部 好好的跟民眾來溝通 然後讓大家知道你們是想要替大家解決 這個大家的疑慮的 我覺得這個時候是希望我們內政部可以藉由這個時間 再跟大家多做公通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照你們的時程上面 去年4月之前其實各地方的縣市政府 已經辦完所有的功能分區跟審議會的相關工作了 也就是說這些整備工作其實在去年 就已經差不多 所謂第一輪的這個地方的溝通已經結束囉 但是地方溝通結束之後 很顯然問題還是非常多 因為這個過去不管是這個歷史的問題 還是說各式各樣的沒有去處理的 從山區農區各種狀況太多了 白白種 可是到現在好像辦完了一輪說明會 還沒有辦法給大家一個比較正式的指導原則 那這是我們現在很擔心的 因為地方上的民眾 其實大家的聲音非常多 到底該怎麼辦 然後時間剩下一年到底夠不夠 我想這是大家最擔心的 所以我想先問一下 因為到現在距離一年了 可是真的送上來的地方政府只有四個 只有四個縣市 也就是說我們二十二縣市裡面還有十八個縣市還沒有送上來 那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我想先問一下部長說 現在地方政府的反應大概是樣態為和 遲遲沒有送審的原因大致有哪些 倒不是說地方政府遲遲不送審 因為本來就是在今年的上半年 預計的這個期程各縣市會送進來 那目前已經送進來三個 那依照 因為也誠如剛剛委員說 之前的程序基本上完成書圖 工廳會等等 所以現在是在做收斂 把資料送到部裡面來做審議的一個程序 那當然地方在這個過程裡面有發現很多的一個意見 因為民眾看到圖了之後 他有相關的一個陳情的意見提出來 這個非常的多 那各縣市政府大概在過去一兩年的時間也把它做了收斂 基本上比較大的問題都是在 這個過去可使用現在未來 未來能不能使用的這個所謂的劃分的問題 第二個是對 那是不是就這個問題等一下也請部長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其實原則上是我們都是可以容許 因為現在是一個大分區 大家都會把它跟現在的都市計畫的 那個非常嚴格管制的這種土地使用分區 把它兩個混在一起 是 所以在國土計畫裡面是一個大分區 大分區下面去做容許的一個使用 那你原本的一個使用 未來能不能同樣的去做這個土地使用的話 就是在那個分區的管制規則裡面 去容許他可以做這樣的運用 那這部分 就是必須要不斷的溝通說明 那可能一個民眾看到了他會反映一個 那必須要讓他了解說 OK你以後是可以繼續來容許使用的 好確實這是一個現在最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剛剛部長也有提到說 這個就是要回歸到接下來下一步 就是這些土地使用分區的管制的規則 那我現在就是想要問這個比較細節的部分了 就是說其實我們內政部有把這個土地使用分區的管制規則 其實你們是有上網公告的 你們的草案也公告的對嗎 那現在公告之後 那請問就是有什麼摯愛難行之處嗎 還是這個原則大概就是接下來會使用這樣的規則呢 是那個有地方有反映的一些問題 我請署長來做說明一下 好 好跟委員報告其實這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跟地方政府其實開過非常多智慧討論 但是我們知道對於一般民眾來講 他如果不理解這一套的操作規則 其實他還是會有諸多的疑慮 沒錯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過程當中現在目前 幾乎都有在持續收到民眾或是相關團體的陳情意見 那這些我們都會逐一來解釋來做處理 我們跟委員報告第一個 新舊的土地使用分區一定是銜接的 不會讓它直接只有一個新的分區 我看不到舊的分區 舊的還是會保留 如果你依據舊的這個和繼續做相關的依舊的規定 繼續做使用 這個沒有問題 你還是繼續申請 除非你有要轉換到新的分區 你要做新的分區的容許使用 才會有這類的問題 但是許多民眾還是不理解 第二個 許多民眾還是攜帶 他的土地發展有他一定的未來性 沒錯 那這個也是他們另外 那這當然也是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要不斷的協助地方 去提出比較好的這個規劃跟見解 那這一部分我想在我們會逐步的收斂以後 如果有需要做修正 我們還是會進行相關的修正 好 謝謝署長 其實你提到就是我們現在各區的民眾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未來性是什麼 因為我們當然知道保育很重要 但是地方的這些資源的保育 自然資源的保育不希望跟生存權是漢格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接下來這一年來你們最重要的功課 那所以我希望是接下來不知道你們有什麼 就是會跟各縣市溝通的一些程序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你們接下來的溝通的計畫 跟委員報告其實在接下來他們如果送上來審查的時候 那其實當然我們會透過這個審查委員會 那跟地方政府跟這沉寢的人民都會有持續的這個溝通進行審議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們跟地方政府每個月都會召開進度的追蹤 其實地方政府也不斷的會提出他們的一些意見 那這些就是我們在這過程當中都會持續的了解地方發展所需要的這些項目 那這些有一些可以採納的我們也建議他在上來的時候 事實的提出我們也會進行討論修正 那如果的確是民眾的誤解或是的確那有自愛難嫌 我們當然也會跟這個地方政府跟民眾同意的來做說明 我想這一點我們一定會持續的努力去做 好我覺得其實各縣市如果有一些基本的通案性的原則已經收攏了 那我覺得這些其實是可以讓各縣市先知道這個基本原則為何 可不可以 我想當然可以 那第二個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如果要跟民眾解釋的話很簡單 就是可以跟他說明未來在國土計畫上路之後 會有一個叫做國土計畫的功能分區證明 是 會有一個叫做國土計畫功能分區證明 那在那個功能分區證明裡面會去標註它原本的分區 所以它在原本的分區裡面去做使用的話不會有這個違規的問題 這一點可以跟民眾說明 好 好 好 謝謝 好 好 有很多民眾 他的身分別可能不符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可是實際上他是真的很困苦甚至所得非常低的民眾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 本習希望我們除了身分別之外可以也採用所得所得別來做判定 可不可以雙軌進行 我們本來就是我們本來的方案就是雙軌 你們的方案是雙軌 我們本來的方案就是雙軌 等於是身分別跟這個 就是他現況比如說像台北跟桃園他們有身分別 他就繼續可以用身分別 對這是雙軌所得別對不起 所以所得別跟身分別對這兩個只要有一個適用 他都可以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是這樣子 我們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政策目標是什麼 就是減輕社宅居住戶的負擔 對 那這個照顧低薪青年跟別人戶 所以減輕負擔是重點 那所以剛剛在講說我們把那個居住的 判定先判定就是他合不合乎資格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把整個居住的負擔呢 從過去百分之三十做的進展為百分之二十 我現在先就判定身分的部分 你是兩種會共同來判定 譬如說他身分不合 可是他所得低的你們也會接受嗎 這種情形 那地方政府要用身分別 他現在有用身分別就繼續下去 這個兩個東西其實不中途 那雙軌進行呢 他本來就可以 我們要求是什麼 我們要求我們訂的這個叫做天花板 在這個天花板以下 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說我們要求地方政府對於社宅住戶的負擔 不得高於我們現在訂的這個標準 那他要比較更低 當然是可以接受的 不是負擔我們現在是判定 然後判定之後接著第二個 你們昨天有提出說 你們現行的是打折嘛 比原定的打折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 他是現有的社會住宅的住戶 那對他的這個租金 不能適用你們新訂的標準 這個就各縣市 各縣市要去調啊 所以各縣市如果覺得可以 我們就可以按照我們內政部新訂的 現在本來就可以啊 因為我看你們的新聞稿內容還有那個草案 對對對 這是吳書長 好謝謝 感謝委員 其實因為各縣市的狀況的確都有點差異 所以我們在草案裡面其實有說 如果你現有是採用這個所的級別 那其實原則長我們是 你還可以繼續採進 因為尊重然後你可以繼續採進 所以我跟委包就雙軌的進行 就雙軌了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你的那個收的租金 你們現在有打折嘛 那你要求現有的 你除非你解約之後再重新才可以採用新的 可是他解約之後 他沒辦法不一定他抽得到啊 說明一下 那現有的 所以我問題就是他現有的 你現在竟然有新的收費的標準 他可不可以就用新的 所以我才說其實這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判斷 因為他現在還在續約期 還是可以續約的 對 他續約的時候應該可以採用新的收費標準吧 對我們也是尊重 尊重 所以這個都尊重地方政府 對對對 我們是希望是說他可以理解過去的所得級別 其實產生 認定上很大的困擾 因為只憑報稅 那個是其實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對對對對對 只憑報稅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一塊地方政府有他的權限 是 好那接著第二個 本習也想請教就是 呃 現在 美雨季 美雨季跟颱風季快到了 那我們全國很多 有抽水戰的地區 都是一淹水的地區 那本習看到 審計部的審核報告裡面有講到 我們全國在都市計畫區內 有210座的抽水戰 那以一般這個你們委託的專業報告來說 這個抽水戰只要免滿20年 就應該要汰換 要更新 但是 目前在整個都市計畫區內 還有72座的 這個超過20年的抽水戰 沒有補助辦理更新 那如果我們馬上美雨季 颱風季來 這個會來不及 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部長 這邊我們能夠盡快的 能夠提供 就是能夠補助這個經費 委員報告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這些抽水戰 呃 有分成兩個部分 一部分可能是我們內政部的 那另外有部分可能是水域署的 不太一樣 那第二個是 所以你們內政部的 全部20年以上的你們都有更新汰換了 我們陸陸續續 第二個 陸陸續續 那陸陸續續到什麼時候 因為本席手上的資料齁 你們在前瞻計畫裡面呢 有很多你們是沒有用在這一塊 所以你陸陸續續 你今年沒雨季 而且我想部長你知道 就這一兩年 那個雨一下齁齁 它不是按照我們過去的經驗在下的 它一下就整個非常大 所以這一塊一定要預防 我跟妳報告一下這些抽水戰齁齁 我想 因為我擔任過地方政府 對對對 這些抽水戰絕對是必須平常就在圍管 而且它必須保 它必須保持百 百分之百 百的運作 對對能運作 它投散力必須 對它必須要投散運作 所以部長這邊 不可能讓它壞掉 所以 但是我指的是20年以上的 20年以上它隨時有壞掉的風險的 應該要退換更新的 所以這一塊 部長如果承諾齁齁 屬於內政部的管轄範圍內的齁 你都有的話 那我們是非常肯定的 我們是非常肯定 千萬不要到五六月開始齁 我們這個聽到哪裡下雨 然後這個大淹水這個抽水戰 它不能運作 這一塊我們一定要預防 這一部分其實 經常性一定是每年的重點工作 我想這也是每年各地方政府 年地訓期要到之前 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最後剩一點時間 本錫翔請教部長 您對於這個 中選會的選政選務合一 您的看法怎麼樣 中選會 選政選務合一 也就是說現在的選務 都是在中選會 但是很多的法令選霸法什麼的 都在內政部 所以選政選務合一 您的看法如何 這個 我想最主要的為什麼在內政部 是因為內政部 我們統俠的這個範圍 另外民政也是內政部所俠管 但是因為民眾都期待 我們有一個公正的 對辦理整個選政選務的一個單位 而且世界各國選政選務都是合一的 那只有我們台灣各種歷史因素或是怎麼樣 那現在應該可以選政選務合一 那內政部這一塊 整個讓中選會來掌握 您有特別的意見嗎 你對選政選務合一 你的看法立場如何 聽起來 是這樣子 因為在內政部裡面 我們比較好去整個統俠 因為包括警政 但是很多選務也不是你在辦啊 沒有在地方政府 基本上是民政系統在辦 但是是中選會 選務都是中選會在管啊 選務是所謂的中選會在管 沒有錯 對 然後所以中選會他對接民政 是 選政的時候 對你看 在地方 真正在處理選政的話 就是民政系統嘛 然後另外就是 包括像警政的系統 然後另外就是比較多 就是公務員員的系統 那這一部分其實都在整個市政府的管轄之下 對 但是整個選務工作 大家都希望是一個中立的 一個公正的單位嘛 所以這一塊 現在中選會是獨立機關 但是選政選務沒合一嘛 我現在問題就是 選政選務合一你的態度 你也認為可以合一嗎 沒有 因為世界各國都合一 只有台灣不合一啊 這個每個世界的狀況 這個可能狀況不太一樣 是 謝謝委員的意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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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徐欣穎委員 跟委員會報告 好 在張志倫委員巡答完畢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 在蘇小會委員巡答完畢之後 處理臨時提案 好 現在我們請黃建兵委員提出質詢 好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我們有請我們部長 好 部長有請喔 好 委員好 部長 部長早安 部長 部長 呃 當時我們的祖先齁 沒關係給人還是客家人齁 早期這樣子翻山越嶺 度過黑水溝來到這塊土地來生活 其實最主要就是 因為要尋找一塊地 可以養家嘛 是不是 怎麼是這樣 我想這個 是不是尋找一個地 不曉得 我們在祖先找一個 我們在家的安身利益的地方 是齁 部長 後來剛剛講是因為 國民政府現在在台灣的時候 其實 所做的也都是在做土地的改革 不管是375 或者是根本局點子的事情齁 那目前我們民進黨政府 也在處理這個地的問題 不管是重電 還是開工業區 部長 部長都正在跟你們搶地齁齁 不過我本期對於這一切的作為齁 唯一的支持原因就是因為 希望讓這個國家未來有方向 有未來 有前瞻 所以國土計畫法的實施 我想是可以讓台灣 可以獲得永久發展的這個機會 我想這方面是對 這方面是對的 這方面是對的齁 不過 國土計畫法從2012年5月1號 開始實施之後齁 它分三個階段齁 第一個階段是在兩年內要公告 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那第二個階段是在 第一階段公告 三年內要公告我們縣 縣市的國土計畫齁 不過在這個公告之後發生很多的抗爭 很多農民都要上街頭 部長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我想最主要是跟過去的一個使用的一個習慣跟認知齁 的這些問題出來 像很多農民在這個第一階段 那個國土一的那個土地公聽會 就發現 世界土地文明顯的被化作在國保儀裡面 擔心他權力會受損嗎 所以揚眼也要抗爭到底 不過國保儀的部分是 它本來就是保育區的土地 是的 所以這個在化定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考慮到後續的賠償的問題 那怎麼補償他們 這個 委員這個人兩件事 第一個是 他本來在非都市的土地裡面 他就是保育區 所以你去把它 談到所謂的補償 這是 可能不要這樣子談會比較適 因為他本來就是保育區 部長本行問的是說 在頒定之前就已經在這塊土地耕作的生活的人來講 因為你頒布之後造成很像 他可以用 他還是可以使用 對 權益都一樣 是 不影響他原本的使用 所以不影響喔 是 不過他因為他本來就是保育區 所以並不是說去剝奪他原本的使用 他 他就算化成是 那到現在還沒有爭議事件發生 現在當然還是有 陸陸續續 陸陸續續當然會有 我想那個 國等署署長剛才常說很多的陳情案 對不對 那我要跟你報告 其實這個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我們在 吐底 不要講說非都啦 不要講說國土計畫 其實在一般的都市計畫區裡面 也有很多 每次在檢討的時候都有很多的陳情案 是 所以 部長本行想表達的是說 我們明年5月1號就要開始實行 就要上路 那在這麼多 正義都還沒有得到 民眾的能夠理解之前 你這樣冒然的上路 我想在配到就是 也都還沒有完整情況 這樣執行 不然你不覺得這樣是 會造成更多的 委員會問嗎 剛剛我們在書面 或者是口頭報告裡面 其實都有說過 其實這個國土計畫法的一個訂定 還有包括它實施的一個期程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所以並不是倉促上路 那第二個當然它有 許多的一個意見反映出來 那我們就是針對這些意見 把它一一的做匯整跟處理 所以意見跟問題也在熟練 我想這是一定的一個過程跟進展 是所以部長 部長我們明定長級的這個 陳平菲委員也提到 其實國土計畫法真的是利益良善 旨在確保我們的國土安全 然後保護我們的環境 跟我們的自然 還有我們的人民資產 這個方向是對的 但是因為它的配套措施不明 中間地方的四權不一 導致民眾無所是從 無頭蒼蠅 如果在明年的無藥草率上路 恐怕引發更多的民怨 所以具體建立應該延後上路 等待配套完成再執行 這個是陳平菲委員所提到的 其實 部長 其實本席要求的跟陳平菲委員不太一樣 其實我本席要求其實應該要先通過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你要讓民眾先知道自己的權利在哪裡 再來實行這一塊 部長請問這個規則什麼時候可以通過 管制規則現在 兩個東西 兩個東西 第一個國土計畫法已經頒布實施 第二個管制規則現在我們擬定好 現在正在進行預告的一個程序 所以剛剛在講 這個國土計畫的功能分區 那個也是在整個的一個推動執行的一個程序裡面 好 謝謝 那個在前面 現在管制一定會在前 所以 所以何時能夠通過 預告的程序完 現在就是在進行那個法制的一個程序 我想要接到民眾知道說 他既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這個我覺得比較重要 那今年內一定會公告 市部長 另外依據我們國土計畫法 第32條命規定 因為建築物或者建立位於區域敏感地區 必須遷移或者變更要於補償 所以成立一個叫做 國土永續發展基金 是不是 那依照我們國土計畫法裡面第4條規定 要未來要有500億的基金 那部長現在我們 我們從2016年實行到現在 我們基金多少了 300億 300億 現在300億 那不夠的部分 逐年播 逐年播 對 而且因為這個是 他不是一下子全部用 就如你剛剛講 他有個案出來的時候 會來做處理 那部長如果補不滿的話 未來是中央先電還是地方先電 這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是中央的部分 中央部分 好 謝謝部長 好 OK 最後我想要再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說 部長我們在內政部的報告裡面 有提到這個 這個 透過計畫或擬定土地使用管制限 管制規定 協助未登記工廠 宗教寺廟 存有建物租付約 國有土地等 既有土地使用福道機制 這部分本期要給予肯定 因為部長知道台東有間天后宮 台東的廣東是台東最早的寺廟 也是台東縣的宗教信仰的中心 它非常的重要 不過因為時空背景關係 它有土地 被國家用去了 散用去了 後來在台東縣政府機制作為底下 那成為台東第一宗 第一宗 還地於廟的案例 那不過現在還是有 似筆的現有土地 因為地方政府對法規 人除了疑慾 而尚未返還 那這部分廟方也跟北極這邊來呈請 希望能夠 請部長能夠 派專員來協助 不然這些土地從日本時代 日子時代 就是天后宮的 因為很少的有 所以依照我們的判件20號的指引會 讓廟方有權返還 那本期這邊邀請部長給予協助 我們先會請地政司來個案了解協助 感謝部長 謝謝部長 謝謝 幫助主席本席 質詢完畢 謝謝 好 謝謝黃建兵委員 下一位張志倫委員請提出質詢 謝謝 主席好 各位媒體先進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是不是我們請部長 部長有請 謝謝 委員好 好 部長早 那我首先第一個要請教部長的是說 有關於這個 內政部有關於就是都更方面 是我們全民都很關心的 尤其雙北的部分 老舊建築非常的多 那超過40年50年60年上房子 大家都知道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有關於這個都市更新的部分 內政部中央的部分 是如何來協助地方來做推動都更 因為我自己本身去了解一下 這一部分是不是說中央都請地方 來自行來做都市更新的一些 處理跟進度跟目標 我想這個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 這個當然是需要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 是 那地方政府因為是在地 所以他們也更了解 所以這是一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中央 我們通過住都中心 在推動公辦的一個這個都更 所以這個就是 比較會有一些所謂的 利用我們國公有的一個土地 來做策略性的都更 好 謝謝部長 這邊就是要跟部長拜託 就是說中央地方要一起合作 因為其實都更的部分 我們一般民眾的心裡 都覺得都更花的時間非常的長 而且都更成功的機率非常的低 所以我這邊是不是大膽建議 跟我們的部長建議一個東西 就是說 在都更的實施方法裡面有分兩種 一早叫做權力變換 另一種叫做協議和建 那這兩種方式 我跟部長簡單報告一下 權力變換就是說 就是說依照政府中央規定一個辦法 來跟實施者來做一個這個 都市更新的一個方式 那權力 協議和建就是說跟實施者兩方 或是跟蔣白的建設公司 有一個合一的方式來做都更的合作 那在中間有一個很比較特別的點 有一個這個租稅優惠的部分 其實是有兩套標準 就是有關於這個土地增值稅的部分 如果是權力變換的時候 第一次的土地跟土地的移轉的時候 是免增土地增值稅 可是在協議和建的時候 他卻是只有減增40% 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很多的我們的私地主 就是一般的這個有老宅這些人 其實他們在都市更新的時候 一開始是拿不出這個 土地增值稅的錢的時候 造成都更的這個阻礙 所以這兩個的 不管是權力變換或是協議和建 在租稅約會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合一 也讓一般的民眾 他可以不要在都更的時候 需要提供出這麼多的成本跟金錢 跟委員報告 其實當時應該是這麼說 因為協議和建 過去在不是只有都更 在一般的建案也出現 所以他會比照的是 在跟過去一般在土地的協議和建裡面 同等的這個減增的一個標準 那因為權力變換的確更困難 因為委員也知道 他就是一個立體式的一個權力變換 所以當時的都更條件才會特別把它提高 那當然過程當中就會產生 像委員所講的 有些地主就會在這身分中 一直希望轉換到一個 對他比較有利的這個條件 那這個部分會涉及到 跟這個財政部這邊 他所謂稅負認定的 一個一個出發 所以基本 減增的一個目標的出發點會不同 所以這個部分的確 我們會再跟財政部來溝通看看 所以這邊一定要拜託部長 因為都更 如果是都更實施都非常的順利 本夕也不會來跟你拜託這件事情 因為就是因為都更現在 很多的這個師弟組 就是遇到了 這個 他們一開始都更要拿出錢 要繳突一陣子稅 而造成他們的卻步 或是對於都更轉身懷疑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拜託 部長這邊來協助 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來進行 OK 好 那第二個我來請教 部長的部分 就是說 因為我看到我們中央 其實很不錯的就是我們有一個叫做交通安全基本法 它有在 校園周邊 寄行車安全道路改善計畫 那這個計畫 當時的經費是50億 它主要是保護學童們 在出了學校了以後 它所有周邊的這個安全 我覺得這對 尤其最近大家知道嗎 這個很多的小朋友 都是人民非常重視的一個部分 那請問這50億的部分 現在還剩多少錢可以使用 都分配完了 那我請教一下 我在我查新聞報導裡面 好像新北市使用的金額比較相對較低 請問有這樣的情況嗎 我們可能要查一下 不過有可能有這個狀況 那這個最重要就是地方政府要把案子提出來 這個要拜託部長 因為新北市有400多萬的人口 然後在學生數應該也是全台灣前幾名的 那當然新北市政府如果他在申請這些補助案 如果經費是少的 那其實相對於讓大家會覺得絕大多數的孩童 他是沒有申請到這個經費 他是沒有受到保護的 這個就新北市政府要認真一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說中央跟地方要合作要去溝通 因為當然我們需要說全台灣每個 每個地方的小孩都可以照顧到 可是要當初的新北市政府 他如果在申請的部分 我覺得因為我現在是立法委員 我也要拜託部長說 如果中央應該要跟新北市政府來協調 說怎麼樣去申請這個東西 會是CP值 我個人感覺是CP值最高的 而不是說等到未來如果說 因為我這邊有做一個統計表 其實在新北市 尤其是在中和 我的選區 其實兒童在下班 下學或是上課途中 受傷的機率還是很高的 所以我說如果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是不是 我認為各個縣市都要一定的比例 去使用這50億的經費 會比較合理 委員你可能誤解了 這個比較重要的是地方政府 要把案子提出來 地方政府如果不把案子提出來的話 中央政府不可能去幫他做規劃的 所以 那是不是中央跟地方的溝通上 是不是有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我想不應該有問題 因為新北市是直轄市 而且新北市對相關的一個政策 應該非常的了解 那第二個是中央的經費沒有問題 過去50億 那未來是四年400億 一年有100億的經費 所以錢都不是問題 那我個人在去年的時候 也到新北市許多的一個校園 去做這個人本環境的一個視察 我也一再的更新的是政府來提 經費不是問題 你盡量提出來 而且我們希望是一種連續性的這種改善 那在地方政府 它最重要的是需要三個單位的配合 第一個是這個學校教育單位 第二個是公務單位 第三個是交通單位 所以我們非常希望說這個能夠多提一點 還有一個是如果是在交通部 所列管的這些重點的危險路口 的一個改善的話 那個中央是百分之百補助 所以錢不是問題 所以也請委員這邊 可以跟新北市政府 建議他們能夠多多的提案 我們會全力來支持 好 謝謝部長 那部長的意思是說 未來每年大概都會有 關於這個行人 這個校園這邊的 行人交通安全的這個環境改善 計畫四年有400億 一年100億 內政部是260億 然後那個交通部是141 好 謝謝部長 那這部分我也會跟中央地方 一起來合作 謝謝 就是比較擔心說新北市的 申請的這個預算是比較低的 那所有小朋友 而且因為我本身的學習在中和 所以中和比較特別啊 因為中和它是發展是在都市計畫之前 所以很多的學校它的周邊的環境 其實是沒有針對都市計畫去做一個 一個叫什麼 一個配置的啦 所以很多的巷子比較狹窄 很多小朋友其實上學都 都會有一些危險 謝謝 好 我們希望那個地方政府激起提案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好 謝謝張志倫委員的諮詢 現在我們休息五分鐘 這個溝通臨時提案的話 就麻煩大家加速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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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繼續開會喔 下一位請吳其名委員提出質詢 好 主席 我們議會同仁 請我們內政部部長 好 林部長有請 委員好 部長 早上大家都關心國土計畫法的實施日期 那現在那是在2015年12月 那國土計畫法在也是內政的通過 那國土計畫造成民眾很多的意見 這過去又加上我們的疫情期間三年的空窗期 那本席的提議 是不是我們把它延長 延長兩年才來做實施的動作 因為這段空窗期 疫情的時間大家都停擺 那是不是請部長回答還是署長回答 委員的意見我想我們尊重 不過這因為是依法 然後這個法定的一個旗程 所以我們相關的一個計畫的程序還有包括配套的執法的部分 我們都依照既定的情勢往前走 那委員的意見我們予以尊重 好的因為在我的選區尤其三峽這個地方開了兩場的協調會 那當初的協調會是我們所有的農民 他們都一致的反對 那大家的溝通協調還不成熟 那這樣冒然實施的話會造成全國很多農民 大家都是同樣的他們的意見 還是沒辦法說去接受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 你貿然實施對全國的農民 他們的打擊會更大 所以說本市這邊 今天的提案延長兩年 然後來暫緩實施 是不是這樣 取得大家的共識 感謝委員 其實在三峽的那兩場 其實我們也有關注他提出來的意見 包括不管山峽或是會帶我們爬哪家 大概有一些概念是一致 就是過去在農業的部分 有一些產自除銷是不能放在一起的 所以導致很多農民 我實際工作 但是我要做地或是我要去做其他的加工 他的土地都不能合法 他們更擔心說 我如果併到國乳計畫以後 是不是從此就沒有機會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以後本來有預期要被納到都市計畫 或者是納到未來的開發區的 那會不會因為國乳計畫發布以後 就沒有了 這些都沒有了 其實來自於這兩個最大的爭端 那產自除銷的部分我們已經跟這兩年跟農業部都有溝通 慢慢他們也在部分都已經同意來鬆綁 這其實會對於未來的國乳計畫在實施的時候 反而農民會得到比較大的改善 就產自除銷未來有機會可以合在一起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對於未來發展區的部分 因為這個我們基本上都有尊重地方 他如果有列入未來的城鄉發展區 或者是說他是未來發展區的話 其實在國乳計畫裡面他是尊重的 就保留他還有一些機會 不過就像委員所講的 鄉鄉聽不聽不聽 鄉鄉聽不聽不聽 他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溝通讓他理解這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權利沒有受損 第二個過去有一些成年的老問題沒解決了 我們來協助來解決 第三個也保留他未來可以發展的機會 我想這些都是在這狂當中 已經盡可能去做到這個發展的彈性 但是的確還需要更多時間 讓民眾了解這樣的一個 因為現在農民受關心的 有很多我們的農業加工 以及農業設施 你國土規劃你貿然實施 你跟農業部 大家還要取得一個比較寬鬆的 不要讓他們英雄到他們的現況 這樣他們接受度才會高 所以說在未來 我們農業部這邊大家都還沒協調好 還有很多我們跨部會 大刀要取得一個共識 還有再來最重點就是說 我們的農民 大家要有這個共同的共識 這樣你來實施 我們對農民也好 對我們政府整個整體 都是在有價格的大大的加分 這是我們目前我們要做的 絕對不是說 咦 我們的行政單位的一路照 照的這過期制定 我也知道 是我們 2015年 那些 定案 但是我們城市都照樣走 但是照樣走 但是現在平靜出來 農民無法接受 無法接受 無法接受 我們就是需要溝通 需要去做鬆綁的動作 這就是我們愛取得達奧的共識 這點不是本社的要求 是 是 我 暫行委員剛剛說說明 就是 其實這需要更多的一個 協調努力跟溝通 讓 民眾能夠更多的一個理解 其實也不單單是農民 最主要是由 民眾他擔心的是 他現在的使用 在未來能不能繼續使用 第二個是他有沒有 未來的可能性 這點其實不用擔心 也是因為大家歡迎 澄清出來之後 我們行政部門 中央跟地方才有辦法 針對這些問題去尋求 討論一個結套 抱歉 或者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機制 比如說像剛剛在講 未來我們會有一個 國土功能分區的 登記這個證明書 會有一個證明 那這個證明除了 未來國土計畫實施之後的 這個分區之外呢 他也會有現在現況的分區 所以不會影響到 他在現況的這個使用 這點可以放心 好 好謝謝 感謝部長的撒平 謝謝 我請我們的原住民委員會 好 處長有請 好 那部長你先回座好了 好 好 處長 好 謝謝 謝謝 針對我們 我們會 會裡面在113年有推動這個建制原住民族 族行主流化有上空間的這個計畫 那剛剛委員提的這部分 我們會再選擇一個適當的時間 跟新北市政府 來到去選擇一個適宜的地點來討論 那如果有適宜的地點的話 後續的那個計畫 看怎麼樣提出來促成 這個我們會帶回去給 業務單位來做一個依據 來做執行 因為我在上一屆 我就提出了 所以我們要考慮到我們原住民 在山林部落這個地方 是人口最多 尤其在土城 樹林 所以說 推動原住民的聚會所 是一個必然性 所以說在這個部門 請我們中央一定要中視 我們目前也是請地方政府來進行博用的事情 土地博用的事情 好一定要積極好不好 好謝謝 好謝謝務卿民委員 好因為剛剛質詢順序有調換 所以本期才是 我們先處理臨時提案 那現在請這個宣讀 今天有八個案子 第一案 有見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自民國 九十三年四月八日 獲行政院核定為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後 歷時多年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然多有議題重複討論或多次確認 如說明計畫定位地主意願與調查 農耕需求確認計畫公益性必要性等 且過往提報內政部審議資料及相關處理情形說明文件 虛線喊報中央相關部會 如農業部交通部經濟部課委會地政司等 確認修正情形 並施確認後方能召開審議 審議過程以徵詢意見並獲共識 又在寒詢 過程又在衍生新的不同意見 至國家重大建設計畫一直延當未決 地方民眾積極關心此案 時有必要加速推進 由新竹縣政府已於今年1月1轉小組 第13次會議記錄提交 台灣知識經濟旗艦園區修正計畫書及補充文件 原提案要求內政部於二個月內邀集相關部會審議 並於會議中針對意見提出討論與回應 必加速此案審議進度 提案人委員徐欣寅等三人 第二案國土計畫法第45條規定 中央主管機關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因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三年內 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並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四年內 以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並公告國土官能分居途 中上國土計畫最遲應在114年4月30日前完成公告 由地方政府須在今年6月底前 將縣市國土功能分居途提交內政部 為止至113年3月15日 僅有聯湘縣、金門縣及花蓮縣等三縣政府 提送國土功能分居途草案至內政部進行審議 為加強新制國土計畫及民眾參與 並免計畫草率上路引起民怨 原此建起內政部及國土管理署 積極協助各地方縣市政府 並加強與地方民眾之協調與溝通 提案人、委員、王美惠等三人 第三案 關於內政部擬議社會住宅租金分級收費原則 為保障人民權益與社會住宅建制的利益 租金優惠的認定標準 因采身分別與所得別雙軌並行兼顧的做法 另外為保障現住戶的權益租金分級收費優惠實施後 對於現住戶應一體適用 提案人、委員徐欣穎等三人 第四案 鑑於民國105年12月23日修正之住宅法第25條第三項規定 社會住宅成租者之租金計算 中央處管機關應斟酌成租者所得狀況負擔能力及市場行情 訂定分級收費原則並定期檢討之 副所謂分級收費係指依據成租人不同之經濟量能 與其可負擔之程度予以分級訂定房屋租金 此官當時附帶決議要求成租住戶之租金 應該再依據承租戶之所得水準再給予分級致名 同法第四條第二項 雖有列舉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份之種類 然其僅涉及入住社會住宅之優先性 而與租金多寡分属二事 回查目前內政部人名採身份別打 市價打折方式訂定社會住宅租金分級收費原則 下稱分級收費原則 何以嚴重違背當初立法本意 曠台北市桃園市新北市皆以先後採行 依收入作為住宅租金計價方式 考量分級收費原則 將拘束全國社會住宅租金之訂定方向 影響勝據 原提案要求內政部一商開立法意旨 妥為訂定分級收費原則 並應於二週內以書面方式提交進度報告 與本案提案委員 提案人委員免許停等七人 第五案 2021年住宅法第25條修正 明定社會住宅成租者之租金計算 中央主管機關應斟酌成租者 所得狀況負擔能力及市場行情 訂定分級收費原則並定期檢討之 且該次修法附帶決議中明確要求 訂定租金之收費基準時 應考量成租者收入上限 新建社會住宅的目的是為了讓有需求的民眾住得起 因此以收入作為衡量標準 分成不同收費集聚 來確保租金不會超過收入其合理支付能力 住宅法修正至今將近三年 內政部堅持採身份別而非收入分級計算 社宅租金與地方政府多次延商未取得共識 而由於中央新辦社宅將陸續完工 2024年2月21日內政部邀請地方政府召開 社會住宅租金分級收費原則草案 延商會議決議以身份別市價打折 作為社宅租金收費標準 並預計於2024年下半年實施 以身份別作為收費標準 將難以顧及低薪青年與邊緣弱勢 也將造成台北市新北市桃源市三個採 依收入分級租金現實一事兩制 更違法2021年住宅法25條修法一旨 為落實2021年住宅法25條立法一旨 讓民眾住得起 見請內政部依收入分級租金 作為住宅收費標準 並於一個月內將辦理 請請送交內政委員會 提案人 扭許庭委員等5人 第六案 國土計劃法自105年5月1日施行至今 內政部協同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推動國土計劃相關工作 以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劃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劃 目前為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階段 各縣市政府 所以完成國土功能分區圖草案繪製及公開展覽作業 為大多數正由各該國土計劃審議會審議中 截至113年3月15日 僅有連江縣 金門縣及花蓮縣等三縣政府 提送國土功能分區土草案之內政部進行審議 為尊重原住民族土地傳統文化 內政部於全國國土計劃 在明原住民族土地相關規劃原則及特殊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並自110年起 專案補助原鄉縣市政府 辦理原住民族部落環境基本調查 部落溝通及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 並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研定完成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 為部落族人對於國土計劃 是否能協助既有土地兼無合法 同時滿足部落未來居住及產業發展的需求仍有疑問 各縣市政府雖以於部落召開多場說明會 但多數族人仍表達政府應加強國土計劃制度 與規定的說明與溝通 考量國土計劃為部落多年來 少有的土地管理制度變革 資因讓部落族人有更多的了解及參與 原住民族委員會應加強與部落的溝通及 正確資訊的傳達以取得族人共識及了解 提案人 委員無其名等六人 第七案 第一段同第六案第一段 第二段 其中國土保育地區之劃設條件 細參考既有密地事業法規所劃設這保護區域 例如保安民國有林事業區 河川區域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等環境敏感投資 為縣市政府與會制及審議過程 持續接獲民眾陳情 部分土資因精度不一且年代久遠與現況不符 此外 民眾不了解國土保育地區 得否繼續從事經營農業或建築使用 擔心國土計劃一旦正實實施 既有合法權益將受損 以致人心惶惶 為使國土計劃順利施行 內政部應持續積極與各界溝通 國土計劃制度與相關規定 增進民眾了解及傳達正確資訊 以獲取社會公事及多數民眾理解 以利後續國土計劃之推動及施行 提案人 委員吳其名等六人 第八案 第一段同第六案第一段請參與 第二段 其中農業發展地區系 依照內政部及農業部所討論之 通案性劃設條件劃設 再由縣市政府農業單位檢視劃設成果 回查部分縣市依照通案性劃設條件 劃設大量第一類第二類農業發展地區 除縣市政府認為會影響該縣市長遠發展 過程中亦多有接獲民眾陳情 認為農業發展地區與現況農業使用範圍有所出入 且未來農地無法變更為建築用地 將影響農地價格及農民權益 以農地管制政策影響廣大農民權益 內政部應持續積極與各界溝通 加強壽命以獲取社會共識 及多數民眾理解 以利後續國土計劃之推動及施行 提案人 委員吳其名等六人 宣讀完畢 好 這個經過內政部跟各提案委員溝通 沒有任何文字修正 所以一到八案我們就照案通過 請問在場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 好 我們通過 謝謝 好 現在我們繼續質詢 接下來有請 鍾佳兵委員上來質詢 謝謝 謝謝 主席 蔡總言先進 列席政府政府政府官員會長 共同夥伴 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有請 林部長跟 吳署長好了 吳署長 好 林部長 吳署長有請 請問一下 基隆河有沒有留過基隆市 基隆河有留過基隆市 所以我們到主料是在台北市 那高坪市 高坪市 那高坪市有沒有留過高雄或屏東 在高雄或屏東中間 屏東 屏東 對 高坪市的上有是齊山溪跟屏東的 這邊的老農溪 匯流之後叫做高坪市 老農溪有艾寮溪匯流進來 好 那今天我要談的呢 就請教我們國土管理當中的河川的部分 來 我們請看下一頁 部長 你也看一下啦 這個河川有三線 在過去呢 中間的這個是行水區 那會有一個水道治理計畫線 然後呢 我們會畫一個河川區域線 也會畫一個用地範圍線 那原則上呢 這兩條線 綠的跟藍的會先畫 畫了之後呢 就開始進行整治 整治的目的 有很大部分就是蓋堤防 那請問一下 部長來判斷一下 這個堤防蓋喔 那個防汛道路可不可以行駛車輛 我覺得你講的是 防汛道路 防汛的道路 這堤防外側的防汛道路可不可以開 它可以開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法條下一頁 水利法第78條 我們知道河川內不能有這些事情喔 河川區內 不可以填射 不可以毀損建造物 不可以移動水閘門 不可以建造房屋 不能有妨礙水流 還有在指定通路外行駛車輛 那防汛道路可以行駛車輛嗎 可以嗎 他在一定的一個條件下 我們都要水防道路啦 那些工程車可以用 那請問他的地 使用用地 是道路用地還是河川用地 那河川用地 河川用地 說得很好 那河川用地可不可以做防汛道路以外的開闢道路 開闢公路 不行 不行 那河川範圍內可不可以蓋房子 河川用地可不可以蓋房子嗎 河川範圍內 對啊 這些不能蓋房子啊 不能建造房屋嘛 對 很好 好 那我給你看一下我們 我今天問的喔 這個圖啊 就是我們的艾遼溪 那過去你看到艾遼溪啊 它是流域很寬廣 因為台灣的地理特質啊 雨季的時候呢 河面很寬 但是呢 非雨季的時候呢 河面就很窄 它有個洪範區 所以呢 你看到這個裡面呢 是不是有看到一些道路 在艾遼溪的左邊這邊 有道路嘛 好 那目前呢 這些我們就是 目前的河川的治理情況 來看下一頁 經過多年的治理之後啊 你看到了喔 在藍色的部分 它是現在的行水 然後呢 我們畫了一個什麼 艾遼堤堤防 堤防蓋起來了 所以原來的核酸區域線啊 本來畫得很寬 那現在呢 蓋了堤防之後呢 其實就保護了堤防 這邊的道路 所以這些道路 現在本來是個很窄的防汛道路 現在的地方政府呢 把它拓寬成2加2的四線道 那請問部長 按照你剛剛的說法 核酸區域線內 用地是不是還是核酸用地 包含預計 包 核酸區域線 綠線的右邊 是不是屬於核酸用地 是 可是 它的原來道路 它把它拓寬成一般的道路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只要他同意 要水率主管 那用地要幫你變更 因為它行駛一般的車輛啊 我常常用東西開來開去啊 我不是 我不是水房的工程車喔 不過這一條 因為我對高 屏東這邊 沒關係我只是說一般的情況 請問一下這一條是計畫道路嗎 是計畫道路 它是計畫道路嗎 它是計畫道路 後來政府呢 就把它開閉成四線道 那署長講一下 你這可不可以 我說明一下喔 這的確是因為兩個法之間喔 因為兩個互為特別法 對 所以在各國人當中 其實每次要開閉這種 都要雙方要協調 要協調 但是 你們是土地主管機關 是管理的這個用地的管理機關 雙方互為特別法 那你要不要要求他 把用地變更成道路用地 我說明一下 我先問一下 要不要道路要不要變成用地 它有區分啦 如果你是都市計畫內 經過他同意 其實那個就照都市計畫 可是相對 他要去檢討他的核川區域線 沒有錯 他要去重新檢討 那一種檢討是經過他同意 那要不要把用地變成道路用地 如果經過他同意 他確定可以調整核川區域線 那就可以變回 所以目前如果核川區域還沒調整之前 他還不能把你用地變更嗎 對 好很好 部長這我要答案喔 民眾怎麼想 這裡面的核川區域線 你看到有房子喔 我瞭解 房子有一部分落在核川區域線喔 區域線以外的他可以改為建地 區域線以外的他不能改為建地 那不能建地可不可以修繕 可不可以重新改建 要經過他同意 不只要同意 還要經過核川區域的檢討 他要經過用地的變更 沒錯 是不是這樣子 好部長那我的結論來了 好來我們往下看 其實啊 請部長部長 請林部長喔 目前因為你們主管 全國的國土的管理啦 其實目前我們知道經濟部水利署呢 他們很積極的在檢討 因為這幾年治水預算 不斷的加不斷的加 很多提防都蓋好了 提防蓋好了之後呢 其實啊 原來劃定的核川區域線裡面 其實可以稍微的重新檢討後 把它用硬性的做變更可以嗎 當然可以啦 不過第一個啦 委員可不可以跳到剛剛前面的這個圖 這個圖 這個核川的區域線 跟這個提防之間的關係 大概從水利單位 他覺得那是一個緩衝區 他也可以調 對他當然可以調 他也願意調 是 如果他願意調的話 那個我們這邊 地方政府 部長說的 如果核川治理機關願意調 你們願意配合辦理用地變更嗎 是不是 我們沒什麼問題 很好 我就是要部長這句話 因為呢 請你們去檢討後 也請水利單位檢討他們的核川區域 我現在知道這個卡在三個單位啦 水利單位他們在檢討核川區域的時候呢 因為路已經蓋好了 但是呢 他們還沒有去變更 那他們把核川區域內說之後 還要請地方政府依序提出用地變更 到了內政務這邊要審查同意 審查同意回去下之後 才能夠好用地變更的使用狀況 按照後來的規方式使用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呢 其實內政務的關鍵角色沒有多少 發動權在核川治理單位 地方政府要提報 你們什麼 盡速審查 可以嗎 那這個案子 拜託 他說水利單位已經把核川治理線內說了 地方政府也配合提供區域計畫法當中 他辦理用地的變更申請 內政務會承諾盡速辦理 他只要 最快速度 這個水利單位只要提出來 他們主動提 我想我們是 對他們主動提 你們要配合辦理 好那這一句話 那以後我們平常先辦事 拜託內政務拍到國主署 優先趕快專案處理掉好不好 可以喔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中交兵委員 也謝謝部長所長 接下來我們請張亞玲委員 我們有請部長 幫我下一頁 謝謝 好就是部长 就是上个礼拜啊 其实我们在那个总咨询的时候 就有提到 有一些要在公园的部分 要去做一些调整嘛 那我也非常高兴的听到就是 警官就民间的团体 已经告诉我们说 在审查这个游戏场的部分呢 已经开始采纳了这个自然铺面啊 还有遮阴设施啊 这些相关的东西 但是上次也在跟部长 在那个院会的时候 有讨论到就是说 我们其实也要来讨论 这个青少年的 青少年青少女的一个游戏空间 我想先让部长看一下这个讯息 这个调查报告 就是从110年 这个调查报告来看 他们的健康行为 我们的小孩子有四分之一都是过重的 不管是国中或是高中生 那再来一个更可怕的事实是说 他们每一天打电脑 打电动超过两小时 等于是有 而且是七成以上 甚至有些在高中的时候 是超过八成 所以等于是说 他们的休憩 都是在用电脑 或是打电 打手机 那我们自己也都曾经是个青少年 我们都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们需要跟人去做连结 但是我们现在小孩 为什么只能去玩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他只能玩抖音 玩滑手机 第一个当然他功课 上课时间非常长 但是他们有没有地方去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不能够 这一类的要求小孩 不要去玩耍 不要去玩这些手机 要去自律 我们应该提供给他 更多的其他方案 让他可以跟朋友来做连结 所以呢我想要了解 就是说上次 在询问这个游戏场的部分的时候 部长还有印象吗 好 那上次也有承诺说 会针对一线市一游戏场 一个大型高的挑战性的青少年 青少女的游戏场来做一个盘点 所以我想要了解说 现在的一个规划进度 大概是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结果 那什么时候会开始展开这个盘点呢 我想这一部分 其实并不困难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相关的一个资料 因为之前在做游戏场的一个调查 大概各县市的状况 基本上都有掌握 好 所以这个评估 这个一个县市 一个大的青少年的挑战游戏场 大概一个月内 可以提供给我相关的结果吗 他们有没有 其实我们查一下就知道 那第二个是他们有没有计划 我们可能询问一下 好 那是听起来好像是可以更快 两个礼拜是吗 有办法吗 我们先来询问一下 因为最重要的是 他们未来有没有计划 现况的话当然是很快 好 那希望这个盘点 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后 就把相关的一些结果 送到我们办公室 那接着就是说 因为其实上次也有提到 就是说大家应该来盖这个东西 可是因为我过去在民间 我们在地方都不是很积极 有的是因为预算不足 有的是缺乏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积极行为 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的孩子 那上次院长跟部长 也是有承诺过 未来要做这个全国的整体规划 那我想针对的是说 因为这个中央跟县市的这个沟通机制 我们要如何加强去督促我们的地方做这件事情呢 这个委员我给你报告 其实这个其实基本上比较多会是地方政府的职权 我了解因为上次也有提到 所以我想我现在问的是说 因为我从民间来的时候 地方就是告诉我他没有钱 也不知道怎么做 那我们现在就讲说 中央是怎么样去协助这个沟通 我们是可以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督促他去往这个方向做 因为最终受害的还是孩子 是我还是跟你报告一下 其实基本上现在地方政府 不至于说没有钱 也不至于说这个不知道怎么做 我想我们的认知可能是有落差 那我想要知道的是说 因为我听到的就是这样 那我们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督促他们 因为事实上就是没有做 我觉得政府必须要分择 而不是地方政府什么事情都说 我中央政府要拿着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去要求 因为这是 我觉得这是基本上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青少年的一个基本 它的一个权利 地方政府它必须要提供 这样子的一个场所跟空间 那青少年的活动的空间 跟小朋友不太一样 因为不同的年龄层 因为部长我现在讲 我都得了解 我也知道是地方县市的权责 那我现在只是想说 因为这个相对也是一个 比较新的概念 我们还没有什么样的机制 可以来邀请大家 一起来讨论他们的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 或是怎样的督促来解决 我们是不是那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开个 什么样的座谈会呢 来了解这件事情呢 有没有可能来收集意见呢 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 因为这个县市政府应该去 因为做得好的县市政府 应该让社会知道说 他们有做了这个事情 那应该给予这个肯定跟鼓励 社会上也给予认同 那其他的县市 其实大家应该去参考去学习 听起来中央还是没有角色 我再次强调就是 地方政府必须要有一个更大的责任 我觉得基本上如果说是没有钱 我觉得这是推托之刺 因为中央对地方的补助 非常非常的多 我以前在当金融市长的时候 金融市的财政是全国第三趟的 市长我想因为上次这个相关的内容回复 我都已经知道 那我想要听到就是说 所以我们现在在中央这件事情 我们要如何跟地方再去沟通 所以像听起来就变成说 好像只能民间自己不停地去跟地方沟通 但是地方最后无作为的话 我们也就只能这样子 是吗 委员倒不是 因为你也可以发现 我们其实最近有非常多的这个经费 像包括这个人本的环境 人型的通学不到 我们前中央政府的经费是充足的 但是你也会发现说 地方政府的作为还有他们的积极度是差很多 那这样子好不好 所以全基本上不是问题 好那部长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人力 可以来去协助他们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可以有地方去询问 因为我们现在听到就是中央跟地方 地方的各县市 六都可能都知道怎么做 可是其他的就是有这个落差 没关系 如果委员有这种积极愿意要做的这种县市 我想我们非常乐意来做基础上的协助 好所以我们可以把相关的一些县市来提供给 部长来做参考吗 没问题 比如说委员你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比如说比较积极主动的这个县市 委员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办个座谈还是什么 我们可以来参与 然后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来给你支持 好我了解了那我想我们之后可能再来讨论 想起讨论好不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张爱玲委员 也谢谢部长所长 接下来我们请苏巧惠委员直讯 部长还没有离开就不用离开了啦 好谢谢委员 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部长 林又昌部长 好部长今天跟你询问这个国土计划的部分 那这个国土计划当然是在2015年的时候 被制定出来 然后经过疫情有三年的空窗期 我们没有尽速讨论 但去年讨论的草案开始公布出去以后 其实是让社会各界地方相亲 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纷扰 那我想我们立法委员做民意代表 就是来这里反映民意的 首先我想第一个请问部长 这个引起很多纷争的就是当自己的住宅 当自己的门地 当自己的工厂被划到与自己想象中 或者期待中不一样的分类范围的时候 所引起的纷争嘛 引起的反应 好那我第一个问题是 请问这个国土功能分区图以使用地 这个的绘制 这个的绘图 是由哪个机关 是中央还是地方 有地方政府 这有法规依据吗 有 明确嘛 因为它是三阶段 第二阶段它是由地方政府来 是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地方政府已经绘制完 并且进行公展这样子的阶段 正确吗 这句话 基本上在去年已经完成 所以我们如果在地方的时候 听到有人对于自己的分属类别不满意 那地方政府跟你说 这都中央整天的这句话 对还是不对 当然这个并不正确 当然并不正确嘛 因为我们根据国土计划法第22条 非常明白的规定了 前两项的国土功能分区图 及使用图的绘制之 办理机关制定方法等等 中央主管机关地支 而因此订定办法 其实就是直辖市 地方县市主管机关嘛 是的 所以我在这里先替你洗白第一条啦 先替你说清楚讲明白第一条 好 可是那接下来 我就想要问中央的责任了 部长 我们分了几类哈 这个我们 因为国土计划法之后 其实把台湾的海江海域土地 分成了四大类 就是这四大类 国土保育地区 海洋支援地区 能力发展地区 城江发展地区 没有错嘛 对不对 然后每一位下面 又因为它的性质不同 所以我们给不同的管制 分了一二三四类 对不对 好 那第一类 如果是属于第一类的 就是管制程度会比较多了 是 那请问你们有没有把国土保育类 像这样子的一个中大类 刚刚说 这些的分类绘制是由地方政府绘制的 这也没有错嘛 对不对 那你有把各县市所绘制出来的图 加总起来看看 这样各县市分别绘出来以后的台湾 会长什么样子吗 目前还没有因为各县市还没有完全送过来 还没有完全送过来 现在是草案 他们要送进来审 对啊 但是他们送进来总是有一个版本了吗 你就应该先把那个版本送进来看看嘛 那个是最早的版本 你又没有看过送进来的版本 我画给你看看 为了今天我们特别准备资料 你看看 这是我们台湾的地图嘛 你知道我这条红线画出来是什么吗 这条红线是我把 我把所有地方县市政府直辖市政府 所有田的国土保育区 他们画的区画出来以后 中整起来以后台湾长这样 60%全部都变成国土保育区了 这样合理吗 红线的这个里面 就是你刚刚在讲的 国土保育区的第一类 然后一二三十几千公斤都在里面 对那我把国土保育区都画进去了 那它基本上也是 这样60类 它基本上也是过去的保育区的一个范围 过去的保育 全部都是 它应该是 全部都是 还比较小 大屁正式啦 都是有些不是啦 我本来想说 看看部长你会怎么回答 还是说署长你这边会怎么回答 你也跟我说 没有啦 这条线画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山啦 好那我就要跟你跳下一张了 下一张 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这是我的选区英哥啊 我的选区英哥 渊山宴水库这里 旁边的这一大块地 全部被划为国土保育区的一类 最严格限制的 就是国保一啦 那国保一以后会怎么样 国保一 国保一的限制 还可以再盖房子吗 还可以使用吗 好那请输上说明 国保一 我先报告啦 因为国路保一地区大概 因为台湾原来的山林地区大概就占了73%啦 是啦 所以第二个就是说 再加上原来在这个 在相关的这个饮用水 或者是自来水 对啦 你的指引就是这样写的啦 它是会因为这样被划进来 是被规认于这样嘛 对不对 它是因为被这样划进来 好 那在这里面如果 效果呢 划进去以后的效果 说明一下 如果它原有已经有申请合法建筑过了 其实在我们发现其实陆陆续都有 对 原有那它继续从为原来之使用都没有问题 所以寄存的建物可以照现在使用方式继续使用嘛 甚至包括买卖啊等等都可以嘛 对不对 只是它不能做地木的变更 不能做其他农地 不能变工厂嘛 然后是住宅不能变商业 对不对 理论上是这样嘛 对没错 好 那我给你看这块地现在长原来现况卫星图 给你看现在长什么样子 现在你化为 不是你化为啦 现在经由新北市政府化为国保一的 英戈渊山厌水雇周楼地区的卫星图 这完完全全就是住宅的状况啊 人口之秘籍 农业之发展 就是这样的状况啊 所以 它完全就符合你的淡书嘛 就是寄存事实 它就是继续使用嘛 所以它心情很担心说 啊我糟糕了我是国保一 可是你又用淡书 事实上它又是这样来使用 那请问 那我就反过来问 那请问它化为国保一的目的是什么 好像也没有用的啊 就说明一下啊 就是因为它原来就是在 相关的饮用水范围 是啊 自来水水水水水水的保护 所以理论上它那边应该有保护嘛 说明一下 它的保护的标的是 因为我不希望它有继续制造 新的这个水源污染的问题 同意啦 所以它才会用这样的概念 同意啦 但是在化射的时候 因为早期的图 其实画的比较 比较 你看又要早期的图了嘛 对 为什么说我们过程当中 也是都有邀请 像农业部 水利署 或者是环境部 都要一起去检视 当然 结果检视完 他们还是认为的话 那当然 在未来 也可以透过他们自己的检讨 需要再调整 我同意啦 我的每一个问题 如果拆开来问的时候 你都可以有答案回答我啦 包括是说 如果我要保育类的 你就听我说 环境保护类的 你就说我现在化了国保一 我如果是寄存在这里的邻里的居民的话 你就说我现在有弹书 让你可以继续用 合起来都没有 每一条都没有问题啦 但是合起来你就会觉得说 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能够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所以追根究底来 还包括了说 现在的这个是地方政府化的 而每一个地方政府 又都会有不同的概念 所以终归来讲 因为我今天是立法委员 是国会议员 我面对的是中央部会 所以我想很中肯的给中央部会一个建议好吗 我想建议的是我们那个指引 其实可以来认真的调整一下 尤其是各地方政府收集来的版本 如果有出现这样子的状况的 它又不能够真正的保护 又引起乡亲的困扰 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 在这种既存事实已经存在 你可以调查一次完后 我觉得我们的指引 可以来做更细致的讨论 也给地方政府说 好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之后 你要怎么化 不然的话他就一句话就说 那就是中央整顶的 哦我们在外面真的是百口莫辩 真的是很麻烦处理 我到底是要站在居民这边 还是要站在保护水源那边 那这其实是非常麻烦的状况 而且你看整个地区 这样刚刚画给你看 有60%的地方 其实都会有 这样两边在拉扯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只放手 让地方下去做 又会有20几种 不同的意见版本出来 我觉得这是很麻烦的部分 所以我想要 又让部长这边 其实你印象很擅长 中整这些资料等等 那是不是有机会 地方提出第一版来了 我们就这个版本 我们把指引的部分 做一个调整修正 是 这个就是在审议 第三阶段审议的时候 我们会来做相关的一个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要公告这些东西 给居民知道的时候 其实透过的方式是什么 是地方政府透过公展 或者是新闻媒体刊登 或者举办说明会 结果你知道像新北市政府 是什么吗 新北市政府一共就是只有 在5月的时候 在5月27号开始 在城乡发展局的官网 公告30天 然后27到30天 在中国时报看3天 这谁会去看啊 然后每一个地区 就只有在公所讲一次 所以等到我们知道的时候 都已经来不及了 我觉得包括这个 也应该要跟地方 县市政府要做一个讨论 要让更多居民能够理解 是 谢谢 好 谢谢部长 谢谢 好 谢谢书巧会委员的咨询 也谢谢部长跟署长 接下来我们请许巧新委员咨询 谢谢主席 那我想我们有请林又昌部长 还有那个国图署应该也可以起 好 请部长跟署长 委员好 部长好 我想呢 今天的八个临时提案里面呢 还有好几案 都是大家很关心这个社会住宅的 租金计算的部分 那呢 我们昨天看到 这个内政部 有发一个新闻稿 新闻稿上面呢 写发布日期是3月19号嘛 那写到呢 这个所谓的社会住宅分级收费原则 到底呢 是要用身份别 还是要用收入 你们里面提到说 台北市跟桃园市政府表示 支持认同并不反对 可是呢 我们去看了了解一下 这个2月21号今年 这个相关的会议记录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台北市政府 他当然他谈到说 认同这个桥案的方向 可是呢 他有讲到了 刘成免 在租金送不备查以后呢 他才能知道能不能够优化 但更重要的是第二点 台北市目前现行入住社会住宅的成租户 是以所得分级的方式 那所以呢 这个分类方式呢 在最低低阶的比率超过50% 那如果租金分级收费所得 由分级改成身份别分级的话 是否反而会造成部分无法取得弱势资格 但他其实经济上有困难的成租户 是没有办法负担租金 或者是呢 经济能力不差的弱势户 反而有比较高的补贴情形 所以台北市政府的同意是说 全国有一致的修正方向同意 但并不是说今天把所谓的分级 从所得变成身份 这个对台北市政府来说是有帮助的 再来台北市政府目前的社会住宅 是相较其他县市比较多的 而且像我自己的选区里面 像在信义区 广池 博爱园区 他的这个社宅 也有很多的租户 那目前台湾的社会住宅发展的 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 里面比较没有被贴标签化 因为呢里面有很多的年轻的 我们看下一张同一片 有很多的年轻的这些小夫妻 然后呢他们可能经济条件上面并不是很好 但他们没有特殊的身份别 那部长我等一下会给你时间回应 但我们先看一下 目前各社宅的租金收费模式 按照收入别去计价的 包含台北市新北市桃园 也都是如此 那这些城市也当刚好都是 目前全国社会住宅的数量比较多的 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从收入别改成了身份别 会影响到很多现在现有各县市的收费标准 那台北市政府从110年到现在跟国土署 我们开了四次会 那两次都发函建议中央用分级所的制度 或授权地方政府制定补贴 那我们想要问一下 到底现在要采用身份别 而不用收入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不采取台北新北跟桃园 目前的社宅收费方式 委员谢谢 其实我们大家的一个政策目标都是一致的 那我先澄清说你一点 并不是把说身份别强制改成 对不起把收入别强制改成是身份别 其实身份别跟收入别它可以同步持续 这个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台北市用身份别 它未来如果它要 对不起 它如果用所得比的话 所得比的话 它未来要继续用所得比 这个我们可以尊重 那这次内政部我们的想法最主要是 我们所订定的这个有几个配套 它在订的是一个天花板 它订的是一个天花板 也就是我们目的是要去降低 社会住宅的住进的负担 然后另外就是刚刚在提到的 低薪的青年还有边缘户 所以我们是把整个的住宅的负担 把它往下降 那过去我们在做计算基准的时候 是用所得的收入30%作为所谓的可负担 我们现在把这个部分整个降 从30降到20%来作为计算的基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们最近可能会有很多新盖好的社宅 所以大家担心说 你去评估旁边的这个所谓的租金 试教的时候你会让社宅的这个租金会比较高 但我们现在的做法是N加10年 也就是说它如果是新盖好的社宅的话 是加10年用周边10年的中古屋的租金的水准 来做计算的基准 这是第二点 另外我们也参考了大家的意见 把这个打折的这个级数把它做了增加 比如说从原本打五折 可以变成打四五折打三折 所以简单来讲就整个往下降 往下降了之后变成是一个天花板 那这个所有其他的县市 如果在这个天花板以下的话 我们都乐观其成 所以你认为说现在的改制之后 反而现在的社宅的租金会往下降 是 那不同的身份别它也都会往下降 它没有搭配到这些特殊身份别的人 它也会往下降 但是如果我们以台北市的社会住宅一起的套房型来计算 那如果有一个青年 他的收入是两万七千四百七十基本工资 那另外一位收入是四万七 在都没有弱势身份的状况之下 台北市如果按照分级收费标准 跟内政部身份市价打折的租金变动 他们就会出现价差 委员刚刚刚已经跟你报告过了 我们尊重台北市 如果台北市要用身份别我们尊重 但我们会计算出一个标准出来 就是说不管他用 对不起我讲错 刚刚台北市用所得别 那我们会计算一个基准出来 他只要在这个所谓的基准以下 只要你们跟地方政府第一能够沟通好 第二能够保护到我们一般民众的权益 不要因为他没有这个特殊的身份 因为现在非常多年轻朋友很担心你们的政策 我们基本上都希望社会住宅发展的更好 但是您看刚才我们也才不过讲五分钟的时间而已 那您在身份别跟这个所谓的收入比 所得就已经又讲错了五六次 这当然你自己都经常会讲错 当然我们的政策传播出去的时候 大家会搞不清楚 所以这一点是希望你们的沟通要做得更好 而且台北市跟桃园跟新北 我们还是觉得用收入去制定会比较好 这是地方政府的想法 那最后一点时间想跟你谈一下 就是说现在社宅里面也有一些社会案件发生 那大家发现这个社宅出问题的时候 各个单位互相踢皮球 没有整合性 我想要问一下 未来在这个内政部这里 我们社宅的部分 除了盖社宅以外 我们有没有能够规划更多的一些社会福利 包含是居住福利的整合机构进去 我举一个比较清楚的案例 像我们在广磁社宅这边 先前就有发生性侵的案件 性侵的案件 那当地的里长他们的服务压力很大 因为等于是一次进来上千户 那变成是说里长按照原本的一些 他们的工作去做的话 真的是不堪负荷 因为需要政府配套措施 社福比例的比重 也大幅的拉高 那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很多的社宅分工都丢给物业馆 这个事实没有帮助的 所以我会在这边具体的建议 你们今天不用回复没关系 拜托回去评估 未来整个中央我们除了在社宅部分 是不是针对社宅的管理 不只丢给物业 我们还有政府的资源能够注入 去协助在整个地方上面 跟社宅的居民的互动 一方面保护 二方面也拒绝让社宅未来长期之后 被贴上负面标签 是 委员刚刚刚讲的这个意见我完全赞成 我一直强调社会住宅是好宅 所以社会住宅不是像过去在想说 是照顾六世而已 我们希望它是未来是我们 台湾社会一个 新的居住环境品质的一个新的指标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 社会住宅未来其实是好宅的一个 那再麻烦后续再做更详细的盘点 谢谢 谢谢 好谢谢徐巧新委员 也谢谢部长跟书长 接下来我们请方三三委员的咨询 谢谢主席我想请部长 请部长 是委员好 部长我想今天非常多的委员都很关心 昨天我们在行动员门口 13个NGO团体一起来抗议 尤其抗议的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内政部违反住宅法 把租金收依照所谓的身份别而取代收入别 我想刚刚很多委员都问了 那昨天内政部的新闻稿是你亲自核定的吗 我有看过 你有看过祝萌给你的回应的新闻稿吗 他说你们公然说谎混淆视听 我想并没有 你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稿 我看过 好所以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昨天有非常多的NGO的团体 一样 这是住宅法部长 我们都来自地方政府 住宅法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照顾所谓的弱势家庭 甚至弱势青年对吧 是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当立法院在住宅法25条的部分 要所得状况负担能力还有市场行情 奠定收费原则 以及所有的负道决议 其实都是在这个情况下要求内政部来做 内政部做了两年的考卷 现在拿出一张不合格的答案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问题 要不要说一下 所以我现在问题是 第一 台北市政府 台湾市政府 在你们的会议里面 你们的说法是 支持认同并不反对 所以就等于同意了 是吗 我用了跟你做几点说明 第一个 并不是用所谓的身份别 去取代所得别 这是第一个 我刚刚都知道 所以我现在不找我只问你 如果你说我们尊重地方政府 尊重地方政府的共识 但是是不是透过社会住宅新办计划 非自偿性经费补助 如果地方政府实际收的租金 低于你的身份质的折数下限 他们要自行负担财力缺口 应该不是 我们在新闻稿里面其实有做说明 这个差的部分 没有用这个来威胁地方政府 并没有我们的报道里面有说 如果这个差额的部分 中央会来补助 差额会来补助 但是如果现在 为什么民间团体这么担心 就是刚刚讲 如果按照台北市 我们大家以前都说 台北市的名人设宅很贵 对吧 名人设宅如果按照现行的租金 三房型最大的租金 大概是依照收入来计算的话 他们的租金大概是 两万五千九到三万六千九 是 但是如果按照中央市价打折的方式 一般户会飙到五万多 不会 我永远跟你报告 确定不会 不会 你今天的承诺就要很清楚地告诉 我说我跟你报告为什么 因为 这个民团他们可能 没有看到我们其中的配套 这个名轮为什么会那么贵 是因为它用新陈屋的市价 但我们未来是用 N加十年 对 所以是用中古屋的这个水准 去再介绍去打折 所以将来都不会成为他们 因为这样租金额大幅上涨的状态 不会 这个要说清楚 这个我们有考虑到 第二个 千万不能用任何中央取消相关的补贴 来做威胁的手段 可以承诺吗 这个我们已经说明了很清楚 我们双轨是可以采取的 另外你们在希望稿里面是说 担心很多假穷人是吗 这个最主要是我们在报税 假穷人 假穷人是中华民国政府 我从来没有用所谓的假穷人 这个这样子的探 不过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实务上面 你觉得中华民国政府有这么多假穷人 去拿低收入户那是政府无能啊 而不是用这个方式去限制了所谓的 弱势青年或弱势家庭入住社宅的 租金补贴啊 这是两件事啊 这完全是两件事 我要求的是不能因为怕有假穷人 就伤害真穷人 不会 这件事情不能因为怕有假穷人 假穷人很多啊 地生物还开跑车啊 是 所以我们就是在 但是这些也是他们违反政府的规定 不等于我们要忽略所谓的弱势团 就是家庭跟弱势团体 不是吗 这个就是一开始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照顾低薪的青年跟边缘户 还有降低现在需求的这个大家的一个居住负担 所以部长你在三万块房贷补贴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要照顾的人叫做边缘户 因为中低税务户政府都有在照顾 边缘户是政府很难照顾到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居住正义里面特别要去照顾的 而不是因为 因为有可能有假穷人 因为他们可能做假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 很多人是因为他的家人有不动产 所以他拿不到中低收入户 但他自己没有办法负担 现在社会住宅的租金 你同意吧 是 所以我刚刚跟你报告就是说 我们会把整个的社会住宅的租金的负担整个往下降 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要清楚的跟立法院来做说明 第二个 你们这个案子已经定案了吗 还是还在收集这一件 基本上这个草案已经这个完成 再送行政院了吗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内政部已经定案了 已经确定要进行了 我们只要再经过一个应该是住宅会议的一个 所以我想立法院的意见也麻烦部长要纳入 是 这件事情对所有的民间团体来说 他们都非常担心 因为这样而造成了差异 所以我当然跟你们报告 107年他们是就开始做了 依收入来计算 美国 香港 很多先进国家都是依收入来计算 是 不过有 实际实际上也发生许多的问题 这就是不可以默示 那是我们政府要把财税收入跟相关的财产调查做更严谨 而不是用最简单方式去把它区分 只要用身份别 当然 不过这一部分还需要很多的 我只希望不要只用身份别来简化政府的程序 而伤害到这些真正需要照顾的人 委员刚刚刚听过我的说明 我想应该可以了解 我们并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很清楚啦 如果造成可能的冲击 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学来论 重新听大家的意见 把所有的问题再重新厘清楚 不要把看一个新闻稿出来 各说各话 然后民间团体的意见 然后内政部跟他隔空对抢 有问题就找进来一起讨论 委员刚刚跟你暴露 我们是把整个租金的水平往下降 是 我们希望把 你就把相关的具体平和算给大家看 那一次讲清楚 不用这样互相互相拆解 是当然 好 谢谢委员 谢谢黄胜胜委员 也谢谢部长跟署长 那接下来我们请 郑天财委员咨询 主席贵委员 有请部长 还有 野明慧 梅庄署长 请部长跟署长 委员好 好部长好 我已经这个图 引用了很多次 部长也看过 然后你也更熟悉这个地方 都是山坡地 但是都可以盖大楼 好 这样基隆市中央区 也是山坡地 都盖大楼 我们的原住民的部落 我们的原住民的部落 也没有那么陡了 但是基隆的最典型的都一样盖大楼 我们都没办法盖 连盖房子都不能盖 好 这个细子期也是一样 这个看 这个山 都很陡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 第45条 这是现行的条文 本席一再的 希望把这个原住民保留地 另外再增加原住民族部落 但是这个 到现在内政部都没有修 当然理由都是说 因为国土计划法要实施了 好 内政部的报告里面 这个为解决原住民族既有 基住用地不足问题 原住民基住 但是这个你们要分阶段的 来去实施 然后要研定什么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规则 然后这个 希望第一个就是说 105年5月1号以前既有建物资合法机制 要订定这个部分 为什么具有建物资合法机制 要以105年5月1号为时间点 我认为是不合理 当然你们是以 国土计划法公布实施的时间 好我们看这个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是现行的 且以本规则中华民国108年2月26日 2月16日修正生肖前 实际以作住宅使用者 这都还比较宽 所以好我们来看 国土计划法 虽然105年5月1号施行 但是全国的国土计划是在两年后 然后直辖市县市政府 直辖市县市的国土计划 我们刚刚讲的全国国土计划是107年 4月30号才公告 然后直辖市县市的国土计划 是在110年4月30号公告 法律只是原则性的 你们怎么去规范怎么去限制 都还没有啊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105年5月1号这个时间点 要再作卷了 一定要放宽 好 我们看这个执法 这个执法你们议定 今年 今年年底要完成 多么是希望能够赶快 但是要符合 要解决 原住民族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 要请部长 还有那个国土署 尤其燕民会 你们绝对不要放 不要同意用105年5月1号 好 因调整既有建物合法机制的时间点 就刚才谈的那个部分 那个部长这个部分还可以讨论吗 这个请吴书长来说明一下 跟委员报告 105年以前是 当然就是直接依据这样的规定办 105年以后 其实现在就会像之前有跟委员说明过 我们都有透过一些辅导的机制跟 向地区整体规划来解决 因为那个那样子的话 部长我来说明 是 七一计划法的公布实施 跟非渡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 也有很大的漏差 所以你可以看参考过去的 好不好 是可以讨论的 这个不是 没有法律明定 没有法律明定 部长我是写法律的老公务委员 不会随便那个 好 这个管理规则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理规则 里面称为管制规则还是管理规则 这里面第二张原住民族部落 基柱 基柱原住民族部落 这边这些都写部落 但是 跑到里面的条文了 全部限缩在原住民族土地 限缩在原住民族土地 限缩在第五条也是 限缩在原住民族土地 第六条也是 限缩在原住民族土地 甚至第七条 限缩在原住民保留地 我们看这个 国土计划法23条 23条里面 特别提到 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孩子使用管制 在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条规定办理 原住民族土地 有部落 还有周边一定范围 部落的周边一定范围 所以这个部分是要再做检讨 不然的话不要把他解决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原住民族土地 只有传统利益 跟那个既有的原住民保留地 那传统利益到现在只有公告一个地方 只有公告污来器 原住民传统利益 原住民传统利益 现在已经八年了 只有公告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 没有办法落实 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也在希望去修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柜子 现在到这边更惨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一定要做修正的 这个你看 划设办法 延民会依研机法21条所定的划设办法 就包含部落范围的土地 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把它纳入的 所以包含这个主地的建壁力 容积力像这样的 我们先谈这个 我们先谈 这个管制规则里面的 管制规则 好 组长 这个 是不是不要限收在原住民族土地 这个 好 我来说 原住民族土地 按照延机法的规定 我刚刚又讲了 一个是传统礼益 那传统礼益 现在只有公告 那个只有污染器 第二个 原住民保留地 那就回到那非都市土地 管制规则了 对不对 没有更好 完全没有办法解决 原住民族现在的状况 所以这个部分 我都有法律的医迹 所以你们就把它 检讨修正 反正你们赶快再开会 就把它回归到 回归到原基法 包含部落 包括部落范围 这边一定范围 然后这个原基法 依原基法定定的这个 划设办法 也有提到 部落范围的土地 署长这个 梅庄 署长 报告 基本上我们会跟原民会 这边都 其实都有持续保持 这样的做法 当然 我知道委员也很急 最重要是 急着要赶快 把这些范围 能够做确认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会配合原民会 这边会来 让署长还有部长 再了解一下 部落里面 尤其是平地原住民的部落 有很多不是保留地 这个可以 这个我都不行 尤其是平地原住民的部落 保留地在部落里面很少 所以这个可以 我就不行 所以才会 要把部落放为土地 拉入进去 好不好 好 好 梅庄 加油 跟委员报告 要加油 尊其 那原住民土地的 土地的定义 其实就是原保地 跟传统领域的部分 那其实原则上 刚刚委员担心的 那个我们也有跟 那个国土署去協调 原则上我们会以 我们目前所调查的 这个所公告在网络上的 那个范围来做 我们所谓原住民土地的认定 所以原则上 应该委员担心的 这部分是不太会发生 因为这些部落一定放为 像花东地区 都是在传统领域土地里面 所以我们大概目前是 朝这样的方向 协调 现在是这样讲 因为那个都是放在说明 我看 你们放在说明里面 实际上要执行的时候 就完了 就惨了 那就干脆 如果是这样 干脆把部落放进去 因为你们调查的 也都在 也在那里面 部落也都在那里面 把部落这两个字也拿进去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再研究 拜托部长 这个很重要 谢谢 政篇财委的资讯 那谢谢部长跟署长 接下来请黄文委员资讯 有请部长 请部长 委员好 我简单讲 国土计划法 国土计划法在 在做说明的时候 然后在整个部落里面来讲 有听 有听没有懂 这是一个部落的声音 然后第二个是 现在 针对国土计划法的一个 看法 本席认为 先暂时 这个暂缓实施 因为 要各地方要因地之宜 另外也是刚刚我也认同 我们政天才委员所讲的 有很多地方的条文 应该该纳入的 就要纳入 第二个 也该放宽 要放宽 整个半世纪以来 对针对原住民的土地的使用 也应该 授权以他们 都放宽使用 第一 能够让他们使用的 如果合法的 他的土地 那这个元宝地 可以开放 观光的 比如说 录影区 餐厅 或者是民宿 让他们有经济来源的一个 基本 因为原住民在全国里面 你要让原住民要自己要有生存之道 也应该要善用他自己的土地 所以 本席认为 要放宽 但是这个议题里面 有很多的条文 未来 我可能会提出建议 跟建言 来让部长知道 好不好 好 那另外就是 目前当局 最急迫性的 全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 是居住争议 居住争议 居住争议在蔡英文 社会在政府的 这个社会住宅的 政策下 本席要求建立 原住民的专属社会住宅 专属社会住宅 依照 依照 109年10月10月5日 核定通过前瞻基础建设 城乡建设 原民部落营造计划 106年至114年 第三 落实原住民的基本法 第十六条 政府应策定原住民组住宅政策 辅导原住民建构或租用住宅 并积极推动部落更新的计划方案 那当然社会住宅的提供的 照顾的对象 有三个面向 第一 是涉及性弱势 第二 身心弱势 第三 阶段性的弱势 所以 为了针对 上次我咨询部长 你有提到我们台中市杀戮不准断的这个社会住宅 那这个社会住宅的第一个要件 但并没有中央的益助 只是用地方的裁员的这个划分法 可是问题是我们曾经有提过 希望中央能够益助这个政策 所以因此 本市在3月14号 邀请了内政部国土署与监民会进行的讨论 会议讨论 会中已经有一个方向 内政部国土署建议 原住民色彩以先融资新建 而产生之利息由内政部负责 那新建完毕后 租金若有因原住民租金降低产生之缺口 由内政部负担 监民会表示 必定权力配合建盖 也不希望原住民的社宅变成一般社宅 社会福利设施空间应需 给予教育语言和文化的传承效益 部长 你认为 委员我给你报告一下 这个概念上这个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 它的属性是原住民住宅 还是是原住民色宅 这两个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那社宅的话我们是不希望有任何的标签化 这是一个重点 另外是原住民的住宅的话 如果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原民会这边要新建的话 我想我们都是乐观启程 那社宅的部分 我们会依这个非自常的部分来给予补助 原民会 它有建盖社会住宅的能力吗 我想如果原民会 这个原民会的部分 如果有这个新建原住民住宅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地方政府可以依据这个政策来做推动 因为社会住宅就是在英文的政策 就是按照社会住宅的方案 来建盖专属原住民的独立的一个社会住宅 因为文化的不同 如果佩奇 佩奇对原住民来讲的话 是对他们是有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立场 为什么 因为他要在他的自己的地方里面 然后旁边都是害人住的 然后我们唱三歌 就会有其他的文化的不同的差异 然后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希望内政部责成原民会 来共同研究 针对有三处的地方 原住民的社会住宅 包含台中的平等段 赶快进行 能够在议算上 或者是在其他的政治上赶快实施 部长 我要跟你报告 因为像社会住宅 它有这个一些 比如说像一般户 或者说像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那没有一个说社会住宅 说全部通通都是原住民 所以这一点要跟你报告 没有你在大会就已经跟我明定的 明说的 就是你有三个地方 三个地方 其中一个就是台中的平等段的杀戮 那是就是专属原住民的专属 是那个就是台中市政府自己盖的 不是自己盖 并没有自己盖 因为他们的财业因素还是要需要中央的益助啊 所以今天我刚提的 你们会中里面 来国主署 你来回答我 说明一下好了 因为当然社宅的新办主体 地方政府也可以 中央也可以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办 那他所有的这个在非自常性的补助的部分 中央都会全力来补助他 所以我才会跟委员说 其实两个都可以办 那办了 对嘛 现在你不是说要地方办 我也要希望能中央大家一起来嘛 是 听不懂是不是 我跟委员报告 所以我才说我们这个 我会来了解他的真实 如果有需要我们来 你也到我的办公室里面来说说明了不是吗 对对对 对还有什么意见 所以跟委员报告就这个部分 如果中央能能在这里 那你再详细说明 请委员会到我办公室来再做说明一次 好不好 好 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协助 谢谢观光国民的执行 也谢谢部长和署长 各位委员报告 待会在我们火梦凯委员答询完之后 我们休息五分钟 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专业宣委员 谢谢主席 有请我们内政部林部长 前部长 我们国土管理署我们吴新修 吴署长 署长 委员黄 部长署长 我想几个问题来请教 我们这个整个国土计划的一个推动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学问 一块土地 一块土地 到底这块土地上 你要怎么样去让它容许哪一些项目 甚至于这块土地使用的强度到哪里 这个其实确实都是值得好好去做一个省思 那按照我们整个国土计划法的一个规定 我们那个国土这个工农的一个分区跟分类是直辖市 或者各县市政府按照 现行的区域计划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区 国土计划法草案等相关规定来进行划设 也就是说 现在目前就是说 有各地方政府 你是先进行这个划设 然后再交给我们国土署 那这样来做确实是可以给各地方政府按照现在 各个县市或者每一个地区里面真实使用 跟未来发展的一个需求 可以讲说是因地质疑 的一个土地使用管制的相关的一个配套 那我记得 其实大家很清楚 在总统大选前 很多人在争吵 甚至于连未来的总统 就是赖富 老家的一个问题 那其实在各个县市 也都存在很多种状况 这种矿区的状况 那也就是说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相关类似的事件 那在这一次县市政府趁这一次 去提出相应的一个国土功能的一个分区 那据本席的一个了解 就是说我们国土署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有一个 乡村地区整体规划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藉由土地使用的一个管制的一个拟定 也就是说 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变更地木 然后藉由都市计划 然后因地制宜来建立 适宜的土地使用的管制的一个规定 就类似于说我们在都市计划里面的住宅区里面的 我这里有33点 这里有柑柑点 或者因为 就是说因为营建 我们国土署这个有西部的计划 容许管制 可以按照地区的特性 按照各种土地使用分区的一个列表 来分别订定他土地使用的容许的项目跟强度 让他就这个合理性跟可行性来做一个审议 所以我特别来请到部长或者说我们署长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能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来解决像类似的一个问题 不然时间一个过后 那问题也还在了 是不是请部长或者署长说明 我想先讲一个大概 就是说乡村地区的整体规划的这个机制 就是要去解决过去 在非都土地里面 不当的这个土地利用的问题 那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机制 那它可以解决过去 几十年留下来的 比如说在这个刚刚在讲矿区 或者是说很多援助民族的这个委员 援助民族的这个委员 关心的在援助民族部落的这个地方 或者是在 比如说像过去林务局 这个领馆 林班地的这些地方 在这一次国土计划里面 都可以由一个机制来做处理跟解决 所以 一共 对 那所以第二个是 但是它可能不会像我们都市计划里面说 去画什么细部的计划 它会在透过乡村地区的整体规划的部分 让它的相关的一个土地使用去合理化 然后也可以让它回归这个机制里面去做检讨 那所以说 书長 现在普通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就不用 我现在就不用 不用再开始在那里做什么地幕变更了 我现在这个机制 我就是我这个土地使用管制的一个拟定 我现在国土属家 你这些人来做 就可以把全国各县市 现在选举期间在吵这个问题 一次把它解决掉 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其实地方也可以画 状态也可以画 那现在里面大概 像这个林业土地大概是最大 就原住民部落跟林业土地是最大的范围 那尤其像原住民部落 有的是整个部落都没有办法合法兴建 那林业土地是早期被 因为这个产业被管制 也被限缩了 但是产业废止以后 这也有整个聚落 都是变成没有办法合法 像这个大家都知道 像嘉义阿里山地区 或者是这个宜蘭 都有这类似 整个聚落都没有办法合法 那这些都会在这一次的 这个国乳计划里面 去透过这样的一个检讨 那全部来定 那有些是地方定 那有些地方希望中央来定 那这我们两边都会来做处理 大工程啦 但是我们希望说过去 没有解决的事情 在这一次把它解决掉 所以部长这次 这次再解决掉了 那另外 本市也要来提醒就是说 像我们屏东 或者说很多啊 就是比较农业线的地方 甚至于有涉及到很多的 原民部落的 像这个屏东 我们除了小六丘 以适用都市计划来进行以外 很多地方 就山地 尤其是 有那么多的农地 三生 我的农地 那未来各县市 不只是说屏东 各县市也同样 那么你既有的农民 跟原住民权益的一个保障 借这一次的一个推动的时候 我们也必须要去顾忌到 他们原来的一个权益啦 这个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提醒 那另外呢 就要来请教部长 还是署长都有啦 就社会住宅 我看今天好多 呃呃 委员也去关心到 整个租金的一个计价的一个方式 到底是用生认别啊 是用收入别 一直以来对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 社会住宅的一个租金的一个收益啊 这个大家也知道 到边就都帮政府收起嘛 但是问题是 今天大家讨论的重点就是说 其他委员我看也会去建议说 内政部是不是可以采用双轨 但我要请教的就是说 除了现在的几个县市以外 之下市以外 我们这些所谓的双轨是 各县市自行去决定 还是一个县市里面 我可以采取 像比如说我台北市 我现在是采取的 我像比如说我是收入别 那我可不可以同时又去 所谓的双轨是 我自己选择一个 还是一个县市里面 我台北市我可以选择收入 也可以选择身份 其实两个就是双轨 两个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说我打到是我的 不是可以用收入 那现况就是收入 他也可以继续收入 他也可以用身份 那我就必须要请教了 就是说一个县市里面 两种计分的一个方式 所以部长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算台北市现在是用收入 他也可以选择用身份 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在定的就是 将所有的这个租金的一个水准 整个往下降 这个是政策的一个目的 那现况有三个县市 三个直辖市 新北市上个月 才这个开始采取所谓的这个收入别 那桃园跟台北市 在过去是采取这个收入别 收入 对 现在是用身份 是 对不起 他们用这个 我们现在是 当然我们用身份别的部分 去定一个天花板 那只要在这个天花板以下 我们都可以 这个 我们都尊重地方政府的一个选择 好 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那个负担 不要超过 这个我们的天花板 比如说就像过去台北市发生 那个名轮国宅 那个租金过高的一个问题 那在新的制度里面 不会发生 我是看到了内政部 针对民团的回应的诉求里面 你去提到 说为了避免挫置钱 过度的一个补贴 所以新版的社会住宅的租金 你去分歧收费的一个草案里面 你们将采身份 而不是所得的一个分歧 那内政部举台北市为例 就是说25个社宅里面 有74%的成租户 他的报税所得 对于中低收入的一个标准 那基本生活的1.5倍 那这些成租户里面 只有15%是社会局认定的 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 也就是说近5成 不是具有经济弱势的成租 却适用那个低收社会住宅 所以内政部可能 就实物上认为说 出现过度的一个补贴 那本习想强调的就是说 社会住宅除了租给弱势之外 还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是年轻族群或者说小家庭 那这样社会住宅 有很大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 普通你也听着说 说要让这些人 为租屋到购屋之间 有一个相对低的租屋的一个成本 让他们可以在3加3的年间 累积足够的资本来购屋 所以内政部你们表现 会维持有租屋 成租的一个权益 但是地方政府 又可以依照现行的 收入方式来进行 那等到原本成租人 成租的期限到了以后 又依照新的收费的一个方式 我担心的是说 你的收费会不会提高 影响社会住宅的一个目的 特别提醒 是 这个可能有点误会 刚刚在讲 我们的政策目标是 定那个天花板 定天花板 不要去超过 那个天花板的一个租金水准 所以会把整个租金水准往下降 不会增加负担 不会 好 谢谢 好 谢谢 庄卫雄委员的咨询 也谢谢部长和署长 那接下来我们请 黄孟开委员咨询 好 我们再请李永昌部长 跟我们国突署署长 请部长和署长 来部长 我follow刚刚专热雄委员的一个问题 因为本席昨天也看到 有新闻媒体报导就直接讲 就他用试算 他用试算A B两者的概念 讲说社宅 如果说过去是用身份别 过去是用这个所得别来分级的话 他的租金可能是A多少B多少 但如果说之后用身份别的话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身份 反而会造成他们两个的 这个租金 一个会比较低 一个会比较高 那我想请教 你刚刚有讲到一个所谓的天花板 我们都是希望是说 社会住宅能够让 不管是年轻的族群 不管是弱势的族群 能够在有一个比较中介的过程当中 3加3的过程里面 能够赶快累积自己的资本 能够找到一个永久的一个居住的地点 好 所以问题来了 到底是谁说有道理 媒体居然是这样报导 没有我想 这可能有一些误解跟误会 第一个是 什么叫做可负担 其实中央的一个政策 跟民团 还有大家其实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第一个就是 这个让社会住宅的一个租金 能够这个降低 然后是大家可以负担的 第二个就是照顾低薪的青年 还有这个 我们都希望能够让租金更低一点 就较可负担的部分 但只是现在在聚焦的是说 以前是所得分级 现在又用身份分级 那我刚刚看到你的理由 好像在你之后上是因为 相对来讲 我们的政策推动比较方便 还是说我们的认定比较方便 倒不是 我想第一个是 其实现况就是两个都市 两个自下市是用 这个所谓的所得别 其实其他的部分是用身份别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我们是认为在现阶段 全部都采取所谓的收入别 这个在实际上会有问题 那第三什么叫做可负担 我们为什么把整个的租金的收入 能够大幅的降低 最重要的第一个 在过去我们居住的这个负担 一般来定是在收入的30% 视为是可负担 那我们这一次在计算基准 我们整个把30% 直接降到20% 也就是减少了大概33.3%左右 这是一个很大的降幅 但是我想请教 会不会发生如同我在媒体上报导看到的 就是以前所得别分级的时候 他的租金相对比较低 但是用身份别认定的时候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一样的身份别 反而一个要较比较高的租金 一个可以较比较低的租金 其实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们的建议是 我们的意见是说 如果他现在台北市 他是使用身份别 如果未来他要继续 对不起 他是使用所得别的话 他未来要继续使用所得别 这个我们尊重 但是他的这个租金的收入 也是尊重地方政府 对 他不可以超过 他不可以超过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订的那个天花板的一个水准 好 这样子就不会发现像过去 那个永远设宅的这个问题 我们驻都中心所管理的这些设宅 以后未来都会统一改成身份别吗 我们本来现在就是用身份别 现在就是 所以我们驻都中心的部分 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好 部长 我再来请教一下 本期当然还是希望是说 在设宅的部分 能够以最大的一个力道 能够支持我们所有的弱势族群 跟青年朋友 我再来请教一下 就是关于我本期的这个选区 领口计划特定保护区 其实过去一直大家都有在提到 就是说虽然内政部有承诺 我在礼拜一的时候 领体有讲到中央地方 要来赶快加速做这个通牌检讨 但是民众更关心说 他有在保护区里面 看到民宅修缮整修以及规划 大方向到底是什么 有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部分 告诉民众说 什么东西能做什么都不能做 这一部分我请无助长来说 简单说明好不好 因为原来在保护区里面 它当然是依照保护区的容区使用 那第二就是说 对于保护区 就是领口特定区的话 其实现在我们也有在作业 就是说 新北跟陶宛都希望 能够回归地方 这我们也在做 那因为回归地方 它还可以有一点印地质疑性 那这个部分都持续在作业当中 因为最新的我们在这个月 也才刚开过会 那希望解除双方 要分开的时候的一些作业上的疑虑 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 那到时候可以还给 地方政府比较大的一个弹线 但地方这边也传出 说中央主导的力道会比较强 地方政府反而没有 因为法规的关系 而没有比较无能为力 应该是这么说 因为今天保护区的 想要去变更 想要去修正 本来就是比较困难 第二个 但是你原有的合法使用 或者是原有使用想要修缮 这部分的容许条件是可以 是可以去谈 因为毕竟有一些 的确是在当地是比较久的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是期待 他要直接去做变更 那这个部分 的确已经涉及到长期 整个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已经既有的一个管制条件 这个部分 我想在审查上 还是相对会比较严格 没有错 也是会比较严格 对 但是他如果有一些现况要 容许使用的 那这个当然是还可以来讨论 但那是不是 一般来讲 我说实在话 本席每一次到了地方 都觉得说地方的民众 对于我们中央的这个说明 或是宣导 其实都远远不及 所以很多民众都告诉我们是说 不管是 他们要整修 他们要修缮 他们要规划 好像都被绑死了 甚至你这边还有提到是说 有人讲到可以依照第27条 都市就要把27条做专案变更 但实际上根本不可行 对不对 一般的民众要走这条 其实是根本 我根本报告 因为保护区大致上 除了这个兴建相关的公共设施以外 基本上可能都要经过通盘检讨 才有办法 去检讨这个项目 它不太适用个案变更的方式 最后一点 部长我再请教一下 我们淡水淡海新市镇这边 二期的开发 其实之前也有跟地方政府有来沟通 那本席其实最关注的重点在于是 在这个礼拜一 我的临时提案也有提出来 沙伦路二段40米的道路 只能主干道应该要先把它打通 打通之后 才能够有后续整个想象跟发展 也才能够有诱因 让比较多的其他的 不管是业界 不管是其他的这些民众 想要来进驻 那这一点的部分 能不能具体给一个承诺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淡海二期的这个规划 已经进行作业了 那这中间也跟公路局 都有进行协调 那基本上在我们范围外的 公路局已经确定 他会纳入他的计划 去适度做拓宽 但我们现在讲是范围内 范围内可能就是 要跟委员报告 征收不是不可行 但是比较担心是民众 如果他坚持要纳入去乱征收 那这我们总是可以 重点是你们要去推动啊 你们要去地方说明会 你们要去告诉民众 到底你们的方案 以及重点在于是 沙伦路二段 为什么本席那么的重视这条路 是因为2025年淡江大桥 即将就要完工了 当淡江大桥即将完工之后 所有的车流量 要嘛就是从巴里端 这边来到了淡海新市镇 它有可能是往原本的旧市区 也有可能是往三支方向 那往三支方向的话 就马上面临到 这个淡海新市镇二期的一个开发嘛 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上个月底 已经有在行政院也有 还有开过会确认了 那我讲我们淡海二期的规划 还有它的 还有它未来的开发方式 跟作业的期程 我们在今年会加速的 赶快来提出来 跟委员报告 这个我们已经有在 确定在作业上 你只是提出啊 跟委员报告 提出你的计划 委员这个都 这个整体要发展的话 交通必须要先考虑 非常好 这个都会纳入 整体的一个考量 部长 因为你之前当过地方父母官啊 所以本席是一个 地方民众的心声 很沉痛的要来跟 内政委员会来跟您说明 因为淡海新市政 从二十几年前 三十年前 那个时候政府给了一个大饼 到希望是说 能够有进驻 二十万人 三十万人 到现在 光进驻五万人左右 就已经交通黑暗了 而我们很努力的争取 不管是淡北林外道路 现在已经正式在施工 淡江大桥2025完工 但后续淡海新市政二期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产业 能够进驻 达成在地就学 在地就业 在地就养的状况 所以势必 您刚刚提到 交通问题要先处理 主干道要先打通 主干道要先出来 你才有办法来活络 以及规划后续淡海新市政二期 这个我都会纳入整体规划 好 那就拜托部长 以及署长这边 念之在之 把它放在第一优先顺位 好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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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朋友 也谢谢部长和署长 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我们下期待 對呀 然後就是 然後後面的意思 就是把以前的畫都在一起 對呀 那 那 大家 如果人們非常好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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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太 確定了 哈哈 而且之前已經講過 第二個是今天 在講 不敢 不敢 我 再講過 因为我感觉这些也有偷偷的都会有点 那今天是因为做我们的工房 像两个人的时间 他们两个都会有点 他们有提了一个 他们有提了一个准备 然后就一定要跟他们一样 那他主要就是有讲究 就是目前有 总共有7个6按 然后是在内的不行 然后口喊 对 对 本人去了一个教材单给你 然后我们这个安排在一个会议室 因为那现在看起来就是 比较像我们会客人那样 出来不改 然后当下就做美食 但是后就大家做 然后再去 去 然后再去 去 我們真的沒有報紙什麼妙控他們或者不曾經派他們 他們想太確定要太確定了 那現在現在是要一個是智慧親的 他每次早上 伯父老、今天那個國民他們都是在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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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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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社 原来可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还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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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感谢观看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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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样 因为 我们 我去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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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在去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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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